来了来了,我们白哥一母一父的亲兄弟他终于来,与玉兽世界不同,这是一个人人都有机会成神的世界,而这里的人按照神力等级分为神性生物,半神,真神,主神,神王等,每个人在十八岁成年时,都会觉醒神力,得到自己的核心卷底,和玉兽等级一样,卷族也有等级高低之分,天赋越高的人,往往都能得到更具有潜力的卷族,从而往高等神进化,此时蓝星的某一处教学楼中,你小子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竟然敢这样和我说话,我张冰要的东西,从来就没有得不到的,你不把神力交出来 信不信我毁了你的神域核心,说此话的沙马特名叫张冰,拥有五千矮人军团核心卷族的强痛笑话,神力没有,要命一条,就看你敢不敢拿了,说此话的正是这一世的我,我名叫杭武,准确的来说这个菜鸡就是现在的我,一个核心卷族是废物蝗虫的垃圾,而之所以敢这样和笑话叫板,这就要从一天前说起了,没错,我穿越了,穿越到了这个人人都可以成神的神域世界,这个身体的主人是个苦命的废渣,一个十八岁觉醒神域,却只得到了蝗虫核心� 学院的乱心,他们一定还活着,如果你未来有机会,一定要去把他们找回来,寒武,你如果愿意当我的奴隶,每天提供充足的蝗虫给我的雷雀当头的,我可以保你到高中毕业,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吧,寒武,周一上学给我带一百点神力,你敢不带来,我就率领我的矮人军团,入侵你的神域杀光你的核心卷族,毁了你的核心,让你前途敬步,永无出头之日,开局地狱难度,凭借蝗虫卷族,我这辈子都进不去顶级高校帝都学院,就更别说去找失踪 不过当务之急是要过了黄毛沙马特的这关,伸长脖子挨揍可不是我一贯的风格,来都来了,不常是挣扎反抗一下,都是对穿越的不尊重,说着我就进入了链接神域的科技舱中,正在链接神域,登陆成功,随着机器的提示声,再次睁眼的我就已经出现在了自己的核心神域中,除生活中的另一处小天地,独属于我自己的天地,而下方这些就是我的核心卷族,一群悠闲草的蝗虫,随着我的意念移动,一面提示窗也是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姓名,寒武 等级神性生物,神明天赋,天选之子,神明能力,生长加速,生命献祭,神性,异点,神力,灵,信仰之力,二十万,核心等级,一级,核心卷族,蝗虫,卷族数量,八十万成虫,一百六十万幼虫,两千万虫软,蝗虫,一种对农作物有危害的灾害性昆虫,虽说战力不高,但是恐怖的数量与繁殖力也是其他卷族所不能给予的,看着提示窗给出的详细数据,有着宿主全部记忆的我也发现了其中的不同,按照前世记� 好像没有天选之子和生命献祭这两条,难不成穿越还送挂,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也查看起词条概括,天选之子,上天选择的气韵者,每提升一个级别,额外获得一项具有唯一属性的能力,生命献祭,可以献祭生命换取同等价值的产物,兑换产物在献祭过程中随机生成,每日可使用一次,天选之子,这应该是我穿越过来携带的金手指,至于生命献祭,则是我在神性生物阶段额外获得具有唯一性的能力,有这种逆天金手指,我在努 努力,或许能够完成爷爷的遗愿,但前提是度过明天校罢勒索的那一集,不过我的虫儿呢,真的可以抵御矮人的攻击吗?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有关于蝗虫的数据也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核心卷足,蝗虫,卷足等级,普通生物,卷足天赋,繁衍,信仰等级,狂信徒,信仰之力,一百天一点,繁殖能力,一次三百,生命周期,九十天,卵七十五天,成虫四十五天,衰老七十五天,根据勾补定理来推算,繁殖能力加生命周期, 加生长速度,加生命陷阱,现实一天等于神域一年,现实世界每过一天核心世界就会繁衍四代荒草,生命的进化来源于繁殖,我顿时就明白了一切,既然是度,那就来一场好度,赢了翻身当主了,输了就彻底沦落为废物,时间飞逝,当天次日,让我当奴隶的秦爽也是找上了我,寒武,你想好没有,当我秦爽的奴隶,我保证直到高三毕业之前没人敢气负你,见着小女子满脸高,我也安妈不爽,我拒绝,听到我这么说,秦爽也是质问起不� 是抬举的我,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没了我的庇护,你会被那群人压榨到死的,知道这家伙有一半庇护,一半让我当长期肉票的意思,我依旧还是表示了拒绝,或许情况真的如你所说,但是我还是选择拒绝,我寒武,虽然没权没事,但我有属于自己的尊严,你愿意庇护我的好,我心灵了,如果没有别的事,那就请回吧,显然秦爽也不是傻子,在甩下一句你会后悔之后,他就离开了此地,逆波刚平逆波又起,张冰也是带着一众人将我围了起,寒武,让你准 准备的一百神力,带来了吗,赶快交出来,别逼我们动手,否则把你神域核心打碎,让你永无出头之日,说着张冰就将手掌压在了我的肩膀之上,对此我也没了前宿主那般懦弱,开头道,慕哀老子,开局地狱难度,面对笑霸的霸凌,已经成功接替前宿主全部记忆的我也喊出了慕哀老子这四个大字,见到平常被欺负不敢出声的我突然这么说,张冰的脸色也是黑到了极点,你敢这样和我说话,你不把神力交出来,信不信我毁了你的神域核心,见这家� 我依旧不依不饶,我也怒视道,那你就来试试,见到我依旧强硬,校爸张冰也开始拿不定主意,小生的自言自语道,这小子今天怎么这么赢,难不成背后有什么医长,刚这么想着,他也看见秦爽带着小弟离开了教室,貌似并不是秦爽,见到校爸有些怂了,看热闹不嫌失大的学生们也开始起火,打一场,打一场,我们还没有见过核心破碎是什么样子,蝗虫卷足简直就是拉低我们班的平均十里水,赶紧把他解决掉,让他退学,张冰大哥的矮人军 据说能挤进学校前六十,我还真想见识一下,听到周围人的彩虹屁,张冰也是没了顾忌,寒武,既然你找死,那就别怪我没给过你机会,说着他就掏出了一张红色卡片,对付你这样的垃圾,十点神力也算是看得七年,入侵卡,价值十点神力,锁定目标后,会在目标神域生成一道空间传送门,从而实现神域之间的入侵,见此我也是一愣,来不及反应,下一刻,我就被这张入侵卡强行拉入了自己的神域之中,画面一转,本是一片祥和的神域中也多 一道门,就在我疑惑这堵门有什么作用之时,巨大的门突然打开,其中正有无数只眼睛虎视眈眈的盯着这方世界,不等我继续惊讶,巨门的上空突然浮现出张冰的魂体,我以矮人之神的名义命令,我得矮人军团,去毁掉那群脆弱的黄虫,捣毁这片神域的核心,听完张冰所说,场中这群形似哥布林的矮人也进入了亢奋的状态,与此同时的另一点,通过全息影像得知神域中全过程的学生们也议论起矮人 这个卷队,张冰的矮人军团又增加了至少1000名矮人,这实力已经能挤入全年级前50了吧,不对,矮人都配备了一件铁器,这实力至少全年级前20,话音刚落,这群学生的目光也被队伍最前方的矮人所吸引,精英生物,张冰的神域竟然已经诞生了精英生命体,寒武这次铁定是晚了,听到周围学生们的议论,被战斗吸引原路折返的秦爽也是不屑的轻哼了一声,让你不做我的奴隶,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战胜这些矮人 来了来了,蝗虫眷属的手战他终于来,面对校霸的长期霸凌,已经成功获得前宿主全部记忆的我也展开了决定粉机,自爆蝗虫,给我解决这群矮人,见到我周围那一只只的红色蝗虫,场外刚刚才看完精英矮人的众人再次惊讶,自爆蝗虫,精英生命体,寒武的核心卷足不是普通蝗虫吗,怎么会有精英生命体的自爆蝗虫,而且数量还这么多,文听此言,一旁同在观战的学生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精英生命体又怎么样,蝗虫成的 精英生命体也比不过普通矮人的战斗力,垃圾就是垃圾,再多也没有,与此同时的神域之中,战斗也彻底打响,自爆蝗虫大战五千矮人军团,战斗仅是接触的瞬间,一片爆炸掀起的火光瞬间就吞没了矮人军团,见到此幕的发生,一直观战的我也是淡淡一笑,早在一天前,我就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豪谷,保留一千万成虫来维持种族的延续的情况下,剩余的二十四亿九百万蝗虫全部被我献击,而牺牲这么 我也得到了同等价位的选择,选择一,一万哥布林战士,精英生命体,选择二,生命泉眼,可以源源不断地涌出生命泉水来滋养生命改变周边环境,选择三,一级圣武,爆裂之星,加载入神域后,有一定几率诞生蕴含爆裂之力的核心卷体,选项一的一万哥布林战士固然可以解决当前的危机,但只属于一次用体,用完就没了,这次危机度过了,那下次有感怎么办呢?选项二,生命泉眼,属于长期投资,也是寒武当前的刚需, 但是无法让我应对明月的霸语,至于选项三,属于对核心卷族的投资,可持续作用于核心卷族,眼下也只有这个更适合现在的我,一点屏幕中的选项三,一块双色晶体突然凭空出现在我的手中,一把将手中的晶体捏碎,我也获得了这次献祭的奖励,卷族名称,自爆蝗虫,卷族等级,精英生物,卷族天赋,自爆,信仰等级,狂信徒,蝗虫无智慧,遵从神明一切命令,信仰之力,十天一点,繁殖能力,一次 三十,生命周期,180天,看完系统的解释,我也当场拿起自爆蝗虫做起了测试,自爆,牺牲蝗虫自身造成大范围伤害,在现实中,这样的爆炸已经相当于小型的TNT,不过对于神域来说,如此的威力绝对炸不死一名普通的矮,质量不够个数凑,只要将自爆蝗虫的数量堆上去,质量再高的矮人也经不住蝗虫大军的意志自爆,画面一转,自爆蝗虫的第一轮攻击已经落下了,当爆炸掀起的烟雾完全散去,此时战场上也 只剩下了精英体的矮,普通的矮人基本上已经全部被自爆蝗虫给炸死,而在爆炸的余波中,就连精英体的矮人也受了不小伤,以多咬死下,在绝对的数量面前,质量再高也只是空谈,看着自己的五千矮人军团仅是一个照面就被我的蝗虫大军给炸得所剩无几,反应过来的张斌也是对着谨剩的矮人下达了撤退的指令,见此我也满脸笑容,装完逼就想走,晚了,所有卷族听令,穿过传送门,反向入侵张斌的神域,随着我的指令 发出,成千上万的自爆蝗虫瞬间就冲入了张斌的门内,爆炸声响起,张斌的神域中顿时被无数的爆炸所冲斥,仅剩的矮人也在爆炸中死伤惨重,而见到此目的发生,张斌也安耐不住了痛骂道,寒武快命令你的卷族从我的神域里滚出去,眼见我无动于衷,笑罢张斌也是浮起了软,我认输,把你的蝗虫从我的神域里撤走,让我的卷族回归,见此我依旧是满脸风轻云淡,你不是想要击碎我的神域核心吗 既然如此,我反过来击碎你的神域核心也是理所当然的吧,见到我要击碎自己的核心,张斌也呵斥道,你敢,你若真的做了,我的爸妈绝对不会放过你,我爸是半神,我妈也即将晋升半神,你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文言我依旧不索,大不了一命换一命,蝗虫大军听令,不顾一切代价,给我撞碎他的核心,文婷此言,自爆蝗虫也进入了疯狂的状态,一个劲的就朝张斌的核心冲了过去,见此一幕,张斌这个不可一世的笑巴也慌了,急忙哀求道, 停手,快停手,我认输,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欺负你了,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我绝对满足你,总之你快住手,眼见这家伙已经吓得流出了眼泪,我的心情从未有如此舒适,我不要你的任何东西,我只要你死,话音刚落,一道声音自我耳边响起,够了,寒武,给我停下,文言正准备动手的我也是一愣,不过就在我愣神的工作,一道身影突然凭空出现,寒武同学,住手吧,你已经赢了,又何必赶尽杀绝呢,见到是老师的到来,张斌也如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快阻止这个风子,我父母一定不会忘了此次的恩情,摆了摆手刘老师也开始安抚起被吓坏的张斌,而此时的蝗虫大军丝毫没有停止冲冲的意思,直奔着张斌的核心而去,在蝗虫接触核心的刹那,看似牢不可破的核心也在此时出现了大面积的恋,察觉核心受窗,张斌也是跪地不起,不要啊,刘老师快救我,我求求你了,快救救我,见张斌这副样子,刘老师也呵斥的,寒武同学,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吗,赶紧住手,见到老师这副样 我也大笑了起来,刘老师,我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听到我这么问刘老师也是如实回答,作为班主任,我自然能感应到班级里的一切情况,听到这我的脸上笑容不解,好,那我再问你,我在被张斌殴打,勒索,霸凌的时候,你又在哪儿,为什么不出现,听到我的质问刘老师也是无言以对,心中暗想道,你有半神父母吗,我何苦为了帮你而得罪张家,见到这家伙回答不上来我继续问他,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今天被攻击神域核心的人是我,你会站出来阻止吗,文听此言,刘老师也是愣 正在了原地迟迟没有说话,不等着家伙组织语言,我也但笑一声后闭上了眼睛,好了,不用说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眼前的这位老师,为了不得罪拥有半神的张家,对我之前被霸凌的事件视入屋,现如今张斌的神域核心即将被我摧毁,他却义无反顾地进入神域区域中对我进行阻止,而在知道这家伙的答案后我也没了顾忌,直接就让蝗虫大军摧毁了张斌的神域核心,感受到核心被破坏,不可一世的张斌也在这时发出了阵阵惨 好,不可能,我低神域啊,随着一方核心被摧毁,我也在这时看向了刘老师,刘老师,请你离开我的神域,画面一转,全息投影消失,围观的学生也发现了被神域弹出的张斌,此时的张斌树躺在地,嘴中一个劲地念叨着,没了,一切都没了,我成废人了这几句话,也就在此时,班主任刘老师也是气冲冲地冲入了教室之中,寒武,你给我滚出来,眼见我不在教室,刘老师也询问起周围的学生,文言被吓得不轻的学生也支支吾吾地回道, 他,他回家了吧,听到学生这么说,刘老师更加气愤,这种学生就应该开除,完全不关心外界怎么样了,此时的我正在统计着此次的伤亡情况,自爆蝗虫牺牲18,090,普通蝗虫牺牲405643,看着系统面板的数据,我也是暗自择舌,伤亡差距这么多,看来以后得多培养些自爆蝗虫才好,不过在损失了这么多卷足下,我也收获了张斌的一颗神域碎片,看着手中的碎片,在回到自己的神域之后,我也选择了与自己的核心融合,神域面 260平方公里,蜂窝平原100平方公里,矿山20平方公里,树林40平方公里,荒漠60平方公里,普通山脉40平方公里,获得核心二级,B级生物矮人之锤,矮人820,铁制装备若干,看着此次的奖励,我也是喜笑颜台,收获还算不错,有这些东西的加持,估计也能撑到毕业了,只不过,这事肯定没完,张斌的父母来兴师问最懂,就看之前留了天的态度学校也不会避古,看来还得发育了,刚这么想着我也通过系统将矮人之锤和一些 铁制装备上架的售卖行,售卖行,大部分都是以物易物,就看有没有人能拿好东西来跟我交换,话音刚落,系统就出现了交换请求,见此我也是一愣,这么快就有人来了,对方请求交换物品,熔岩火金乘一,如果我记得没错,熔岩火金应该能增强卷足火元素的耐心,提升爆裂威力,刚好我的自爆蝗虫也是火元素,有了它我的自爆蝗虫就可以二次发育了,说着我就伸手点向了同意,交易成功,熔岩火金也凭空出现在了我的核心之中,带到熔岩火金� 我的核心融合,自爆蝗虫也发生了变化,卷足名称,爆浆蝗虫,卷足等级,精英生物,卷足天赋,岩浆自爆,信仰等级,狂信徒,信仰之力,五天一点,繁殖能力,一次二十,生命周期二百五十天,看完系统的数据,我也捡起一只爆浆蝗虫做起了测试,爆炸声响起,相比之前的自爆蝗虫确实强大了不少,爆浆蝗虫的杀伤力已经差不多等于一颗手榴弹,而且在爆浆蝗虫爆炸时还会产生岩浆� 杀伤力,我这是拥有了一堆高爆手来吗?张斌,一个拥有半神父母的笑靶,如今一战,张斌也被我击碎了神域核心,彻底沦落为了一个废人,不出意外的话,张斌的父母也是找上了学校,我儿子现在神域核心破碎,再无重塑可能,学校是否该给我一个交代,说此话的标形大汉正是张斌的父亲,见这家伙满脸杀气,教导主任也解释道,据我们所知,这场入侵战是由您的儿子张斌引起,并且张斌同学平日有多次霸凌同学的违规纪律 听到徐主任这么说张斌的父亲依旧不买账,直接就是放了自己半神的威压,怎么,你的意思是我儿子的神域核心破碎完全是咎由自取,学校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你们这些当老师的就没责任,文言,站在男人身后的张斌母亲也补充道,那个击碎我儿子神域核心的学生必须受到惩罚,必须开除掉,与此同时的另一点,处于自己神域中的我也在使用生长加速疯狂的繁殖着暴江黄肘,也就在这时我收到了教导出徐主任的视频电话,该来的总会来,是负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在点下接通见后全息投影上也出现了徐主任的面目,韩武同学,我是徐主任,有件事情需要和你说,张斌同学的父母来过学校,要求对你进行处罚,说着徐主任也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我详述了一笔,这种人必须开除,面对张斌母亲的强硬态度,徐主任也站在学校的角度分析了全过程,解释道,我们了解过整件事,是张斌同学主动入侵韩武的神域,韩武在这次的对抗中靠自己的实力没有做到,我们没有理由开除他,听到主任这么说,张斌的母亲也拿 出泼妇的态度,好啊,你们居然包庇一个破碎同学神域核心的学生,难道这就是你们学校的教育宗旨吗?见这家伙依旧不依不饶,徐主任也是霸气回队,杜女士,请不要混淆事实,韩武同学一直都是个尊规手举的好学生,我们有很多证据正明明的儿子张斌从多次霸凌该同学,见到主任这强硬的态度,张斌母亲也摆出了自己半神的威严,你别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我就问你开不开除他,主任不愧是主任,依旧还是站在了正直一方,抱歉, 杜女士,我做不到,见到教导主任这么不给面子,一直观看的张斌父亲也是站到了台前,徐主任,我可以接受学校不严惩寒武,但作为受害方,我必须要出口气,如果连这点要求您都不答应,那我也就没必要顾忌学校的面子,事情到最后,张斌父亲也提出了个退一步的方法,张斌父亲要出一支一千人的小队入侵你的神秘,不论结果如何,他们都不会再计较,这也是学校能提供最大程度的避讳,不过半神的千人小队足以抵挡普通学生的五万大军,寒武,你能扛得住吗? 知道这已经是主任征得的最好解决方法,我也再次表达了感谢,谢谢主任的帮助,我明天会去学校,迎接这场挑战。 被靠大树好成梁,在击碎了张斌的神域核心后,他的父母也是找上了学校,过于半神的压力,校方也是争取到了最极限的地狱,抵抗半神的一千人小队生死误论,得知这一消息的我也是欣然接受,对战定在明天,看来得抓紧提升,是时候发动第二次生命陷阱,亿万陷阱发动,无数的自爆蝗虫被我陷阱,剧烈的爆炸也响彻了整个神域,和上次一样,生命陷阱再次给了我三个选项,选项一,一级圣物,血色魔铜,加� 加载入神域核心后,有一定几率诞生长有血童的核心卷足,血童可提升宿主动态势力,看到血液后,激发初级狂暴状态,选项二,B级技能金石火球,加载入神域核心后,可使核心卷足掌握初级火球术,必可交由英雄生命体学习,最高可领悟至纠集火球术,选项三,斩铁剑锋,剑锋族英雄生命体,现计48亿蝗虫换来的宝贝确实不错,每个选项对于我来说都是史诗级提升 和上次一样我还是选择了选项三,比起可持续发展,现在我更需要强大的占领,随着我的手指点向屏幕,下一刻,一个白发四臂老头突然凭空出现,性命,斩铁剑锋,种族,剑锋族,等级,英雄生物,天赋,剑锋,技能,旋风斩一级,猎风斩二级,暴风斩三级,斩铁是五级,自创技能,无法平定,信仰等级,泛信徒,信仰之力每天五十万,生长周期,八百年,当前年纪一百五十岁,才刚刚出现,斩铁� 神明啊,我需要见,听到卷族的需求,我也是欣然接受,说着我就点开了交易网,这两天培育大量蝗虫所得的信仰之力满意后,就会凝结成为一点神力,再加上之前卖地剩余的神力,我一共有五十四点神力,刚这么想着我就点向了神性装备这一栏,装备等级共分为四个级别,普通装备,纯材料打造,没有能量注入,信仰装备,稀有材料加信仰之力的杰作,往往带有某些特殊效果,神力装备,在锻造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神力结晶� 往往具备灵魂,会自我成长,神性装备,是只有神明才配掌控的装备,代表着神明的权威和力量,没有犹豫,我直接就选择了一把价值五十点神力的暴风大剑,手握暴风大剑,白发老头的周身顿时弥漫出强大的神力波动,一举手中的大剑,一道恐怖无比的剑芒瞬间飙射而出,而见到如此强的神器,斩铁剑锋也再次请求,神明啊,我还需要三把同样的武器才能爆发出我的最强实力,文言我也被这家伙不要脸的话语所折服,还需要三 三把暴风大剑,说得轻巧,那可是一百五十点神力啊,你特么当神力是大风刮来的吗?不过是关明天与张刚半神的千人军团对战,容不得半点码,看来我只能想想办法,刚这么想着我就跟秦爽拨去了电话 眼前的这位女子,拥有自带雷元素的雷雀郡主,而就是这样一位未来前途光明的人,却三番五次拉下脸让我做她的奴隶,其实早在很久以前,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那时的秦爽不小心溺水,刚好路过的我也巧然遇到了这一年,当我将她从水里拉上岸,这时秦爽早已喝的不省人事,为了保住她的性命,我也不惜牺牲色相为秦爽做起了人工呼吸,想到当初被韩武救下的自己,修炼刚刚结束的秦爽也不禁羞涩了起,韩武这颗鱼木脑袋,被� 爷爷是真神,家族里还有二十三名半神亲属,还能护不住你吗,真搞不懂这家伙怎么想的,话音刚落,电话铃声突然响起,看向来电人的名字秦爽也是一级,韩武这家伙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一点接通键,秦爽也是直奔主题,怎么,你改变主意同意做我的奴隶了,文言,电话另一边的我也回了,并没有,我只是想找你借点神力,听到我这么说秦爽也是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你找我借神力,那我倒要问问你,你拿什么环,用你那垃圾卷足吗,别以为入侵战里打败 卖了张冰就以为自己很流行,你的自爆蝗虫也只是勉强挤进了精英生命体行列,压根没有多大的价值,听到他这么数落我也是时序的挂掉了电话,打扰了,听到我最后这么说,秦爽也是一愣,随后立即就反应了管,我在干什么呀,为什么刚才挖苦的话脱口了出,我也不是那个意思,这家伙他会不会误会呢,压下自己大小级的架子,秦爽也拨通了我的电话,接通电话,我也是一脸不遇,怎么了,还有事吗,没有理会我说什么,秦爽也询问起,我要借多少,还有打款的账号,画面一转,我也是 成功收到了秦爽的赞助,而剑锋也成功拥有了四把总价值高达二百神力的暴风打击,第二天大早我也如期而至,而见到我的到来整个班级的学生都震惊了,这家伙竟然还等了,真不怕神域被半神的千人军团给踏平吗,我倒要看看,他神域核心被攻破的时候,他还能不能这么半点,听到周围各种各样的议论声,我也在心中暗想道,看来大家都知道,等着看我笑话呢,刚这么想着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你借我神力,是为了提升和半神的鄙视,我劝你还是不要白费 没力气,哪怕半神只出动一个千人小盾,也不是现在的你可以对抗的,知道这小妮子有安慰自己的意思,我也是姗姗一笑,除了这样,我没有别的选择了,闻听此言,秦爽也是将头凑到了我的跟前,一本正经的说道,你有,只要你成为我的奴隶,我会联系家族给张刚施压,他家就只有一个半神,而我家有一名真神和二十三名半神,他不敢不从,听到秦爽还是这方话我直接扭头走开了,好以我心灵了,你就先回去吧,我要为对付半神的千人军团做准备,见到我还是这样的回答,秦爽也是时去的离 看,而见到我五次三番不识抬举,班上暗恋情爽的小黑子也开始叫唤了起来,寒武,你凭什么被情爽去别对待,你个废物垃圾,今天必死,来了来了,狗腿子和半神他终于来了,一直坐在角落的我,刘天乐也呵斥道,那就是寒武,听到班主任这么说,张斌母亲也是暴躁了起来,你个小杂主,毁了我儿子的神域核心,看老娘不思论,见到妻子这样,张刚也是急忙拦住了,别坏了学校的规矩,见到主子有点难办,资深狗腿的班主任也是站了出来,寒武, 还不马上过来,别耽误张先生的时间,见此我却是摆出了细皮笑脸的架势,不行,我要等许梅主任做见证,见我如此刘乐天也不高兴了呵斥的,你这点小事,也配让徐主任见证,有我见证已经是给足了你面子,现在赶快开始,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也就在他说完的刹那,门外突然想起一道寒冷到冰点的女生,刘老师是想对谁不客气,见到是徐主任的到来,刘乐天立马就怂了,徐主任,这点小事,犯不上劳烦您出面,我就是教训一句我的学生,见到 这家伙一脸视力眼的架子,许梅也嘱咐道,刘老师别忘了,你是学校的老师,不是某位半神的狗,懂吗,见到自己狗被别人训,张刚也看向了许梅,既然徐主任到了,那咱们就开始吧,一改刚刚的严厉,许梅也是一脸纠结地询问起我,韩武同学,准备好了吗,再听到我淡淡地回了一声喊吼,张刚也是迫不及待地掏出了一张入侵卡,既然你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入侵卡发动,我也被入侵卡的效果给强制拉入了神域之中,熟悉 记得入侵大门,此时门内正有一只只体型巨大的半神卷族,不是单单地望着我的神域,定睛探举,张刚的卷族正是野兽中善于合作的坐牢,其领头更是已经超出了精英生命体的范畴,全员精英生命体的狼骑兵,为首的狼骑兵队长更是领悟了超凡之力的超凡生命体,狼骑兵,新受人和坐牢的结合,并且还穿着整套的精良装备,韩武这家伙没救了,与此同时的神域之中,狼骑兵队长也是带着狼骑兵走入 我的神域之中,见到此幕,张刚也是口出狂言,小杂种,你昨日破碎我而神域核心,我今天要你血债血偿,而见到神域那个场景,一直在旁观看得清爽也暗叫卑鄙,狼骑兵分明可以拆开算作两个战斗力,说是一支千人军团,这分明是两千战斗力单位,身为半神对抗学生居然还使诈,这张刚还要不要理,当然这番话身处神域的张刚并不知道,而狼骑兵在进入我的神域后也展开了冲锋,见此我依旧双手还凶,到将蝗虫给我炸,来了来了 自爆蝗虫与狼骑兵的战斗他终于来了,闭扫屏幕上密密麻麻的蝗虫大军,围观的学生们也是被蝗虫的数量震惊的目瞪口袋,近七百万的精英生命体蝗虫,昨天与张斌对战后不也只剩下了两万吗?一天就能培育出七百万精英生命体蝗虫,这繁殖力属是恐怖,以多咬死相,哪怕是最垃圾的精英生命体,数量堆起来也绝对是一股不小的力量,可惜啊,寒武没有足够的时间成长,现在的他根本扛不住狼骑 狼骑兵的重逢,百万自爆蝗虫白白牺牲,换来的仅仅是几名狼骑兵的轻伤,不好打呀,就在学生们议论的同时,刘乐天也改变了对我的看法,他确实是个人才,只是遇到了跨不过去的考,否则必能在学校闯出一番名堂来,不等着视力眼继续说下去,身后的学生一纸屏幕直接惊呼了起来,画面来到神域,此时战场上空的硝烟中突然传来了嗡嗡嗡的声音,而就在狼骑兵愣神的功夫,一堆颜色呈现赤红的暴 暴将蝗虫突然就朝狼群飞了过去,惨嚎声响起,毫无防备的狼群顿时被暴将蝗虫的爆炸所通过,而爆炸附带的岩浆效果也在此时起到了致命的作用,见此一幕全场哗然,就特么是什么情况,那种爆炸威力巨大,还能建设岩浆的蝗虫究竟是个什么物种,难道是超凡生命体吗?也就在此时,一直观战的许梅也询问起身后观看此站的同学与老师,有没有拥有探查能力的同学或者老师,把这种蝗虫的信息公布一下,听 听到主任的话,一名路人甲也发动了自己的探查技能,那种蝗虫叫爆将蝗虫,是精英生命体,不是超凡生命体,听到同学的话,许梅也为我加起了油,只是精英生命体就能重创张刚的狼骑兵,好样的寒武同学,而见到自己的狼骑兵受操,神域中的张刚也目的,以为这样就能全灭我的狼骑兵吗?简直是做梦,动用所掌握的超凡之力,听到神明的话,狼骑兵队长也发动了自己的超凡之力,察觉首领的情况,狼骑兵也在这时全员仰天长笑 而随着声音的发出,一阵阵兵雾也自狼群的嘴中飘了出,冰冻光环发作,爆将蝗虫自爆所产生的岩浆也在这时被尽处熄灭,而看着优势一下就没了,学生们也再次议论了起来,半神就是半神,岂会被那点小聪明所击败?超凡生命体果然强大,居然还能释放如此大范围的攻击,简直太厉害。文言一旁的学生也分析起战据,韩武的蝗虫群只剩下不到50万,里面的爆将蝗虫更是消耗殆尽,这 的来了,韩武终于要动用自己真正的底盘了,看着我最得意的爆将蝗虫被消耗殆尽,张刚也在这时开启了全面冲锋,小杂种,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是绝望,等你核心破碎,神域崩塌,你就会被学校开除,到时候你的命将任由我捏圆捏扁,狼骑兵冲锋,击碎他的核心,看着身旁朝自己核心涌去的狼骑兵,我的内心却毫无波澜,而见到此幕的许梅和秦爽更是闭上了眼睛,哎,结束了,不等许梅继续说下去,一旁瞟了一 眼屏幕的秦爽突然打断了他,快看,韩武神域核心前的是什么,话音刚落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的神域核心之上,而此时我的核心前,正站着一个手握四把长剑的人,定睛看去,此人正是英雄生物斩铁剑锋,而看到剑锋手中的武器,学生们更是震惊地张大了嘴巴,那是售价五十神力的暴风大剑,五十神力,四把就是二百神力,韩武不是孤儿吗,怎么会这么有钱,而且这个人是什么种,竟然有四只手臂,文言许梅也解释道,那是剑锋族,天生就是 超凡生命体的剑锋族,听到许梅的解释学生们依旧不屑,天生超凡生命体又如何,张当半神那里不也有个超凡生命体狼骑兵队长吗,让狼骑兵队长暂时缠住剑锋族,剩下的狼骑兵去撞碎韩武的核心不就等了,没有继续多于许梅也在心中暗想道,看气势,证明剑锋族并非超凡生命体,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英雄生命体,身为半神的张当怎么会看不出英雄和超凡的区别,仅是看见剑锋第一眼后就 开始怀疑起人生,老子奋斗数十载,也只不过培育出了一名英雄生命体,这小子不过是个高三学生,何德何能拥有如此优秀的倦底,不行,抢走他,一定要抢走这名英雄生命体,只要打碎神域核心,这名剑锋族英雄生命体就归我,狼骑兵冲锋,听到神明的话,狼骑兵也是汉不畏死,一窝蜂的就冲向了我的神域核心,察觉敌人来犯,剑锋也在这时睁开了一只紧闭的眼睛,身穿白袍无风自动,四只手臂也在这 这是同时握紧的暴风大剑,一记初级暴风斩发动,仅是眨眼的瞬间,冲在最前方的青兽人就被禁术斩断,而青兽人胯下的座狼也好不到能去,初级旋旋风斩发动,仅是微微抬手所有的座狼就全数被卷上了天空,眼见实力差距过大,狼骑兵们也在这时发动了对付暴江蝗虫的冰冻光环,技能初见成效只是瞬间的功夫就冻结了剑锋的双腿,眼见敌人被冻住,狼背上的青兽人也在这时下达了冲锋的 四把暴风大剑,直接就蓄力起自己熟练度最高的自创技能,斩铁式发动,一道道恐怖的灵力自剑身传递至剑锋头顶的天空,仅是片刻的攻速就已经出现了一颗巨大的灵力漩涡,漩涡逐渐变大,四周的空气似乎都已经凝结,就连空间甚至都有了微微的波动感,待到蓄力完成,以剑锋为中心,方圆千米范围瞬间被这恐怖的一击所笼罩 英雄及强者恐怖如斯,仅是一招自创的斩铁式就瞬间笼罩了整个战场,而看着这恐怖的一击,围观的学生更是直呼牛逼,当然这招也不光徒有其表,伤害更是出奇的高 就连超凡生命体的狼骑兵队长,也只是坚持了两秒半变尸首分离,眼见两千大军就此被抹杀,张刚也是发了很可恶的东西 狼骑兵将领,给我踏平这片神域,听到神明的召唤,一只巨大的爪子也自传送门的内部伸了足,而这只爪子的主人,正是和斩铁剑锋同为英雄及生命体的狼骑兵首领 不过就在狼骑兵首领马上要走出传送门之时,一道严厉的声音突然自张刚的身旁响起,半神,你莫非是想违背自己的约定 听到这个声音,张刚也是立马回头朝声音发出的方向看了过去,来人身披风衣双手还胸,一头灰白的头发更显严厉无比 没错此人正是学校校长,见到是校长的到来,张刚也是立马制止了进入我神域的狼骑兵首领 不敢,狼骑兵撤退,没有继续看向张刚,一转目光,校长也看向了我的方向 不错,后生可畏,画面一转与张刚的神域之战也彻底结束,而许梅主任也在这时给我打起了预防针 韩武同学,做得不错,但你也不能因为拥有英雄生命体而感到骄傲自门 英雄生命体并非无敌,以你现在的实力,甚至很难挤进年纪前三 听完许梅的话,我也给予了肯定 好的主任,在这之前我有一个请求,听到我的话许梅也询问起我什么请求 一转刚才的坦然我的表情也严肃了起来,我要换班 听到我的话一旁的刘乐天也是一愣,急忙承诺道,韩武同学,老师承认对你的关注并不多 但老师保证,以后会好好教导你,日常的教学资源也会适量的向你身上清醒 请你给老师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表面笑嘻嘻,心里妈卖批 这小子的表现有目共睹,稳定发展下去,绝对是能迈入一流学府甚至搏一搏顶级学府 那我能得到的奖励可不得了了,一定不能让他离开 对此我却是完全不买账,依旧让许主任给我换班级 对此许梅也跟我解释起来,韩武同学,班级并非你想换就能换,学校有学校的规定 说着他也放下了严厉的表情,如果你确实非常想换班级的话 就要通过学院布置的测试,只要能通过测试,我倒可以给你办理班级更换 半神之战落下帷幕,张冰神欲被破仪式也暂告一段落 不满刘乐天的区别对待,我也向主任发出了换班申请,而听到我要换班级 可我同班的秦爽也是紧随其后,许主任,我也要申请换班测试 见到另一名天才要转班,刘乐天也是急忙堆笑,秦爽同学,如果你对老师有什么不满意 你可以说出来,老师肯定待,咱们没必要闹到换班级的地步,完全没把刘乐天放在眼里 秦爽也回答道,没什么不满的,就是不想在这里待了,不等秦爽说下去 一旁的白衣男子也是站了起来,许主任,我也申请参加换班考试 见到是此人刘乐天也立刻道,张小龙,你可是班长,你跟着凑什么热闹 对此张小龙也解释道,刘老师,谢谢您这些日子的关心和教导,但我不能留在这个班了 说着他也一脸深情地看向了秦爽,心中暗想道,秦爽,我不能让别人得到你 不等刘乐天继续挽名,许没扭头就朝教室外走去,明天给你们准备测试 刘老师你跟我来一趟,时间来到放学,在我离开教学楼后,秦爽也是屁颠屁颠地跟了过来 韩武,告诉我,你的英雄生命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此我也停下了脚步,这是和你没关系吧 而秦爽也是不依不饶,当然和我有关系,你可欠我150点神力,如果你还不起,就给我当奴隶抵战 所以我有权知道你的英雄生命体是怎么来的,听到这家伙的逻辑,我也是顿感头疼 你如果想讨债,我可以还你5神力当利息,但如果你想打听英雄生命体的消息,不好意思,无可奉告 说着我就一头扎进入了神域之中,而见我就这样走,秦爽也是暗叫可恶 此时神域中的我也查看起卷族的数量,经过一天的繁殖,普通蝗虫的数量已经来到了10亿 自爆蝗虫也有了100万,而爆将蝗虫却只有可怜的3万,就凭这点兵力,明天的测试怕是有点悬崩 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斩铁剑锋突然凑了过来,伟大的神明了 逃走的狼骑兵就藏在矿山中,是否去把他们消灭 听到他这么说我也平均起其中的利害,这狼骑兵并没有完全死去 有几十头逃走了,把这些张刚的眷族留在自己的神域中,终究是祸害,必须尽快铲除 但直接杀了未免也太浪费了,刚这么想着我就吩咐起眼前的斩铁剑锋 你去把那些狼骑兵抓起来,要保证他们活着,我有大用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张刚的事情刚结束,我又得为换班测试做准备 而听到我的命令,斩铁剑锋也在短短两小时中,将逃走的狼骑兵全部抓了回来 看着眼前大大小小24只狼骑兵,我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就和11只普通蝗虫一起献计掉了,随着献计发动 刚刚还跪在一旁的狼骑兵们瞬间消失,随之而来的就是生命献计的丰厚物品 选项一,阿尔法机甲乘一,选项二,B级大熔炉图纸,可建立一座庞大熔炉 最高能打造出信仰装备,选项三,哨塔乘三,提供长远视野 预防敌人入侵,不能说毫无用处,只能说一无是处,其中机甲最好 但是我这没智慧的蝗虫能开吗?还有这熔炉,难道指望蝗虫锻造装备吗? 少塔就更不用说了,我一眼就能看到神域最边缘的小地方,这完全就没有用了 刚说完我也想起了神域内的外来种族,我好像还有从张宾那里得到的几百矮人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刚这么想着我就发动了阴影 此时神域的某一处矿山中,矮人们正干得热火朝天 分工明确每只矮人都得到了自己该有的工作 神明啊,感谢您赐予我们的美好生活 画面回到我这边,俘虏矮人后,我只是下达过一个命名,就是让矮人挖矿 就目前的情况,矮人的天赋和热爱都是挖矿和打造装备 张宾逼迫他们战斗,反而压制了他们的天性 而且他们在打造装备方面很有天赋 可以让他们做后勤资源,有熔炉或许能事半功倍 刚这么想着我就选择了大熔炉 我给你们大熔炉,请你们能锻造更好的装备 见到这从天而降的熔炉,神域中的矮人直接就被震惊的亚麻呆着 神明降下神色,画面一准 学校的某一处会议室中,以留了天为首 正有大大小小几名老师在其中开着 诸位,关于韩武,秦爽和张小龙三名同学的换班测试 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学校将这次测试的主导权交给了我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 听到刘乐天的话,一旁的原寸老师也淡漠了 还能有什么想法,自然多谢刘老师的馈赠 三名尖子生集体换班 你这是在给兄弟们发福利啊 没时间开玩笑刘乐天也说起此次事件的严重性 秦爽同学和张小龙同学的测试我不管 但韩武的测试 我要求必须把测试的等级提升到最高级 这种不尊师重道的学生就该严惩 我留某人平日里没有麻烦过大姐 这一次就请大家看在同事一场份上 给我个面子 听到刘乐天这么说 不少懂人情事故的老师也选择了支持 见到这么多老师支持自己 刘乐天也暗想到 因为韩武三人换班的事 害得我昨天被许梅骂了半天 还因此丢了这一学期的技巧 韩武你给我等着 时间来到换班测试 刘乐天也拿出了开会之后讨论的测试要求 张小龙和秦爽的测试要求完全一致 测试等级一级 只需要抵御一千名外族入侵方能通过测试 而看了看手中的测试考位是顿岛无语 韩武同学 换班考核测试等级为师级 你需要抵御一万名外族入侵 助考是顺利 眼前的这一难应 换班测试都只要抵御一千名外族的入侵 而到了我这里 刘乐天直接将难度提升到了 十级一万名外族入侵 见到这种难度 提出测试的许梅也不禁汉淫 关于韩武同学的测试 刘老师是否在斟酌一下 面对许梅的询问 刘乐天却是丝毫不慌 这是年级所有班主任的决定 我也无能为力 听到刘乐天这么说我也明白了一切 不就是针对我吗 对此我也不懈道 没关系的许主任 刘老师也是希望我能在新班主任这里展现能力吧 说着我就扭头从座位中走了出来 听到我所说 刘乐天也气得不轻 低声道 你别得意 听到刘乐天所说 秦爽也来到了我的面前 我的话依旧有效 只要你做我的奴隶 我保证整个学校除了我以外 谁也不能欺负你 对此我还是那番话 好以我心灵了 咱们测试后见 见我还是这副样子 秦爽也是皱起了眉头 真是不知好歹 听到我俩的对话和我实际的换班测试 一旁的张小龙也暗叫痛快 寒武啊寒武 你就等着出球吧 测试正式开始 一万名哥布林也是浩浩荡荡地 踏入了我的神域之中 见到这铺天盖地的的哥布林 学生们也是为我捏了一把汗 而此时神域中的我更是破口大骂 这尼玛的刘乐天 你特么是真不当人的 抗火哥布林就算了 还特么这么多 而此时场外的刘乐天也是痛快至极 寒武 怪就怪你拒绝了我的好 一万名吃哥布林大军 足以把你的神域大穿 听到老师的话 一旁的学生也是恭维了起来 恭喜刘老师大仇得报 当婊子还要立牌坊 刘乐天也装出了一副 为人师婊的样子 师生之间哪有什么丑 这次测试之后 唐武同学肯定能理解 咱们当老师的良苦用心 与刘乐天的心情不一样 场外的许梅也在这时为我加起来 真男人从来没有放弃二子 尽管敌人数量众多 我也是丝毫不锁 直接号令蝗虫大军 朝着哥布林的方向冲了过去 面对普通蝗虫的攻击 哥布林大军直接就发动了 自己的卷族技能火球之语 火球之语骑射 根本不给蝗虫接近的机会 无数的火球 直接就将正在冲冲的蝗虫给拿了下来 见到这副景象 我也放弃了拿普通蝗虫继续送死的心思 紧接着我就让自爆蝗虫开始了冲锋 蝗虫 一种除了繁殖力所有属性军事最弱的卷族 面对普通蝗虫的攻击 赤哥布林军团 仅是随意一击便将其拿了下来 紧接着自爆蝗虫跟长 仅是一个照面 赤哥布林大军就被活生生炸死了400余名 就在我艰难抵抗赤哥布林入侵的同时 张小龙和秦爽也是成功完成测试走出了登陆舱 而此时的许媒也是紧盯着屏幕上的投影 寒武看来是麻烦了 听完徐主任的话 秦爽也暗想到 蝗虫终究只是低等生物 就算培养得再好也上不了台面 看来局面不太好啊 与此同时 在消耗完所有的自爆蝗虫后 我也出动了自爆能力最强的爆将蝗虫 凡人的蝗虫阻挠 赤哥布林们也是一窝蜂地冲向了我的神域核心 见到如此场景 学生们也是瞪大了眼睛 寒武同学这次玩玩 他虽然还有一名英雄生命体做底牌 可就算英雄生命体再厉害 能斩杀掉剩余的6500多名赤哥布林吗 见到这副场景 秦爽也为我捏了一把汗 不过还是嘴硬的 但他狂 非要让赤哥布林大军打碎他神域核心才好 而此时的许梅更是直接突破阻碍出现在了我的神域之中 寒武同学 坚持不住就认输吧 失败并不可耻 我相信 只要给你时间 你很快就能再一次崛起 文言我也但笑道 徐主任 我既然已经决定换班 就一定会坚持到底 哪怕拼至最后一兵一组也在所不惜 更何况 我还没输呢 与此同时 斩铁剑锋也发动了自己的暴风斩 艰难地抵抗着赤哥布林的入侵 面对远超自身两个级别的英雄生命体 是哥布林大军也是不索 火球之羽更不要钱一样的朝斩铁剑锋的方向咋去 爆炸声响起 斩铁剑锋也受到了自出生以来受到过最严重的伤 见此所有见过我和张刚对决的学生们都惊呼了起来 韩武的英雄生命体似乎受到了重创 韩武要完了 见到我马上就要失败 场外的刘乐天也是体会到了久违的叔叔 韩武同学 这就是老师教你的最后一课 你就好好学着吧 就在这家伙暗爽的同时 一旁的学生们再次惊呼了起来 快看 那是什么 这怎么可能 画面一转来到神域这边 此时正有数百名矮人屹立于我的核心之前 来了来了 矮人军团的救场他终于来了 面对赖以生存的神域即将被护 这群刚刚才被赋予新生的矮人也加入到了战斗之中 面对上百名手持精良武器的矮人冲锋 擅长魔法的赤哥布林大军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而见到矮人的救场场下不少见过这矮人的学生都惊呼了起来 那不是之前张斌的核心卷足吗 这航武竟然全部将其耐入了威胁 而且人人都持有武器 此等实力稳入年纪前十 随着场外的惊讶声 神域内的战斗也彻底落下帷幕 在损失了接近四分之三的矮人下 赤哥布林军团也彻底被击败 见到战局成功反败为胜 一直在神域内的我也在这时激动的大叫起 干得漂亮 而场外的许梅和秦爽在看见大军被打败后 也是打心底的为我感到高兴 有人欢喜有人愁 唯有刘乐天咬牙切齿 可恶 这小子竟然还藏着这一手 随着我走出神域 在看到我们三人的精彩表现后 各位老师也向我们三人抛来了橄榄枝 勤爽同学 来我的班级 我手头有最适合雷缺的资源 供你的卷足快速提升 张小龙同学 我这里有魔物类卷足培养的秘符 只要你来我的班级 我就把它传给你 韩武同学 来我的班级 我愿意为你提供一支更强大的矮人军头 在听到各位老师提出的丰厚条件后 秦爽的目光也不由地看向了我 而张小龙更是看向了秦爽 秦爽去哪我就去哪 没有急着答应 我也询问起此次测试的公证人 徐主任 我能问一下 为什么我的测试难度会这么大吗 听到我的疑惑 许美也是将测试的事情告知了我 个人测试难度是由年级所有班主任共同决定的 听到这儿 我也继续询问起他们的投票情况 没有犹豫 许美也递过来了此次换班测试考核的意见会组 见到我像许美要了这个 帮助刘乐天提升难度的各位班主任 也向这位始作俑者投去了杀人班的目光 我就不该帮刘乐天 可恶的家伙 现在好了 白白损失三位好苗子 没有理会教室内的争吵 我也来到了唯一没有同意刘乐天提议的两位老师面前 两位老师 谢谢你们投了反对评 如果我加入你们的班级 你们能给我什么 听到我这样问 一旁的光头班主任也开口 韩武同学 今天的测试我看到了你在矮人卷足培养方面的能力 如果你能加入我的班级 我能为你提供一支不下万名矮人的队伍 靠着这支队伍 你必定能稳居年级前十 未来踏入一级高校也不是梦 听到光头开出的条件 另一名班主任也开出了自己的条件 核心卷足的培养才是最主要 我手头有几件对虫族卷足非常有用的资源 你若是能加入我的班级 我保证能助你完成蝗虫卷足整个种族的生命跃迁 田文 一个为数不多没有赞同留了天换班测试的人 而听到田文老师所开出的条件 没有丝毫犹豫 我直接就选择加入了他的班级 而听到我要加入田文的班级 秦爽也是紧随其后 暗恋载张小龙也同样选择了这个班级 见到一下来了三名尖子生 田文也被这天降横财给冲昏了头 这是要拿今年的优秀教师奖励的节奏啊 好好好 都来我的班级 刚这么想着他就毫不犹豫地掏出了三张兑换卡 这是老师给你们的进班礼物 一把接过老师手中的兑换卡 我也查看其卡片的效果 二级建筑卡 虫巢 占地一平方千米 每年可孵化一百万只虫族 效果 可将镶嵌在虫巢上的圣物效果完美展现 这简直就是为我的虫族量身定做的兑换卡 将虫巢建立在神域后 可将暴裂之心和熔岩火金两件一级圣物加持到虫巢上 虫巢会将二者的威能完美作用在虫巢内所孕育的虫卵上 这样每年就能获得一百万暴江蝗虫 神域内一年等于外界一天 这样的效果着实恐怖 在收起田文老师的礼物后 我也深深地向田文鞠了一躬 谢谢老师 见我行如此大礼 田文也嘱咐道 感激的话就不要说了 拿出更好的成绩才是对我最好的报道 眼见换班测试结束 许美也叫停了观战的老师 诸位老师 今天的测试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试炼 无关紧要 但是七天后 学校组织的同考 可是重中之重 关系到日后各个班级的资源分配 其中的含金量就不用我多说了 在给每位班主任打了一剂预防针后 换班测试也彻底告一段落 经过几个小时的发育 我的卷足也从仅剩的一点点矮人回归了百万 卷足数量 蝗虫204万 自爆蝗虫5000 爆江蝗虫300 赤卢矮人52 英雄生命体 斩铁剑锋 见到蝗虫的数量从一下降到了百万 我也按降麻烦 太惨了 若是以这种实力去参加七天后的同考 成绩估计会在全年级的学生中垫底 得继续报兵 先把蝗虫培育起来 一瓢面板上的赤卢矮人 我也充满了疑惑 好好的矮人 怎么名字前面多了的赤卢 这难道是进化了 抱着这样的想法 我也是飞快地来到了赤卢矮人的所在 通卷足 赤卢矮人 由普通矮人经历绝望血战后进化而来的精英种族 卷足等级 精英生物 卷足天赋 锻造 盐血 信仰等级 真信徒 信仰之力 每天两万 繁殖能力 每年一胎 生命周期八十年 婴儿七五年 又年七十年 成年七五十五年 衰老七十年 天赋 锻造 提升宿主在锻造方面的物性 天赋 盐血 极大提升宿主的高温抗性 使宿主更容易掌握活属性技能 见到这样的属性 我也直呼牛逼 居然进化成了天生的精英生命体 这如果是我的核心卷足该多好 现在也只能多用用生长加速 先把卷足恢复到从前的规模了 四天时间转瞬即逝 我的蝗虫卷足也来到了一个恐怖的数量 73亿 没有丝毫犹豫 在祈求系统能给予我好东西后 我也发动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次生命献祭 来了来了 献祭73亿蝗虫的奖励它终于来了 选项一 二级圣物 暴石律法 残破 加载入神域核心后 核心种族获得暴石能力 使用食物总能量超过自身能量千倍 即可完成自身进化 圣物本体残破 仅作用于普通生命体 选项二 英雄母版 交给一名超凡生命体使用 可助其晋升为英雄生命体 选项三 一点神性 看完三项选择 我的双眼中顿时充满了小星星 我去 这也太给力了吧 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选择 我希望是三个全要 暴石律法能把普通蝗虫统统变为精英生命体蝗虫 但是以现在的我 应该可能大概养不起 英雄母版 能够让一尊超凡生命体进化为英雄生命体 现在的我没有任何超凡生命体 这个暂时还用不上 一点神性 那可是相当于一一点信仰之力 也就是一一点神力 这就和中彩票一样 瞬间报复 在犹豫了半晌后 我也伸出手掌点向了选项音 现在定然是养不起几十亿精英生命体蝗虫的 只能先用在虫巢上 先每年定向培育百万暴石蝗虫 时间飞逝 转眼就来到了三天以后 看着眼前巨大的生物 看断小东西的我也是金夫畜生 我的天 你是巨虫还是巨蜥 镜头一转 我的蝗虫赫然有一辆小汽车大小 从今天开始 我宣布 你就是豹江蝗虫plus版本 炸江蝗虫 时间来到下午 如狗皮膏药般的秦爽也是再次找上了我 你考虑好做我的奴隶了吗 你没有后台没有资源 凭你现在的实力 想从众多半神子四中脱颖而出是绝对不可能 你的蝗虫培养的确实不错 但终究还是太弱了 矮人驯服方面 虽然亮眼 但那些终究不是你的核心卷足 面对秦爽的苦口婆心 我还是那句话 吃软饭 这辈子不可能吃软饭 好意我就心领了 真男人从来就没有不行的 我到底行不行咱们考试后就知道了 看我依旧油盐不尽 秦爽也转而无能狂怒了起来 而见秦爽每天都这样一个劲的想征服 舔狗张小龙也是咬牙切齿 寒武 总有一天 我要让你这个家伙彻底消失在秦爽的视线当中 与此同时 田文老师也向我们说起了此次同考 这次同考是官班级未来分配资源的份额 非常重要 还请同学们发挥出自己最大的实力 成绩优异的学生 圣物 神域领土 核心碎片 卷足军团等奖励资源就在我的手里 只要你有能耐 尽管拿走 说着的同时 一则提示也出现在了我们所有人的眼前 同考的规则 大家请阅读仔细 同考规则 本次同考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淘汰制 第二阶段是排名制 淘汰制阶段 所有学生接受一样难度的考核 通过者 班级积分加一 不通过者 直接淘汰退学 通过淘汰制阶段的测试后 留下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剩余的卷足实力 来选择退出考核还是继续挑战 退出者 将与排名榜无缘 第二阶段排名制 考核采取无限挑战制度 入侵者会一波接一波传送过来 每通过一波 个人排名上升 班级积分加一 看完同考规则 我也是兴致满满 淘汰者退学确实有点太狠 不过这种考核的奖励应该也非常诱务 话音刚落 提示再次出现 奖励内容 排名榜成员 随机一张基础资源卡 前一百名 价值一百神力的神域领土 类型自选 前五十名 一级圣物一剑 前三十名 繁衍卡一张 繁衍卡能够让卷足十年内繁育速度提升五倍 前二十名 一级建筑 神殿 神殿方圆百米内附带一级初级神圣光环 能加速卷足伤势恢复 前十名 价值十万神力以内的神力武器一剑 样式自选 前五名 超凡种子一颗 能加速一名精英生命体领悟超凡之力踏入超凡境境 前三名 神域核心等级加一 第一名 一点神性 一场学院同考 前百名的奖励总和竟然超过了两亿神力 而看完奖励我顿时血脉喷油 特么的 为了奖励 这次必须拼了 在看完同考规则和奖励内容后 天文也宣布了此次同考的开始 随着我们被传送进入神域 一道声音也自我们所有人的耳边响起 本届同考第一轮淘汰考核即将开始 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 倒计时 三 二 随着倒计时结束 一道入侵大门也出现在了我的神域军心 见此我也不干嘛 立即就号令了自己的全部卷族 所有卷族们 备战 就在我说着的同时 传送门中也走出了一群形式哥斯拉的入侵卷族 见此我也是一愣 血肉魔鬼 淘汰赛而已 学校玩得这么大吗 这玩意儿虽然只是普通生命体 却拥有堪比一般精英生命体的战斗力 而且皮操肉厚极气抗打 还好动作缓慢 没有任何犹豫 我直接发动了五万只豹江蝗虫 豹江蝗虫作为我卷族中的中流砥柱 伤害也是十分的可观 仅是在接触血肉魔鬼的瞬间 恐怖的岩浆就将其彻底淹没 看到瞬间就解决的战斗 我也在这时欣赏起爆炸 竟然炸着炸着飘出了烤肉箱 就是不知道我的蝗虫卷族们爱不爱吃这个 刚这么想着我就号令起身后的矮人 赤卤矮人 把血肉魔鬼的尸体全部拖过 听到我的话 而已经被烤熟的血肉魔鬼 也在此时成了我犒劳蝗虫的食量 果然是大补之物 这哪是考试啊 分明就是宋菜 如果后续考试皆是如此 那就让考试来得更猛烈些吧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看着屏幕上传来的画面 各个班级的班主任也是满脸丑陋 又有一个学生被淘汰了 我本来还挺看好他的 听到刘乐天所说 田文和另一位班主任也是纷纷诉 我班里已经淘汰了二十个学生了 简员已经来到了三分之一 我班里更紧 已经有一半的学生被淘汰 话说这次同考的难度 是不是有些超纲了 听到老师们的话 许梅也解释道 校长带领三名副校长 在前线和魔渊文明争夺未免 选择血肉魔鬼 当淘汰考核入侵的敌人 肯定有他们自己的道理 咱们这些半神就别传测 就在许梅说着的同时 一直看着屏幕的田文 突然就惊呼了起来 好小子 别人视为噩梦的血肉魔鬼 到了你这 居然成了饲养眷族的食物 真有一手 还有这蝗虫眷族 居然能够抵抗血肉魔鬼 血肉蕴含的毒素 听到这句话 所有老师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 蝗虫能无视血肉魔鬼的毒素 这可是个新发现 很有研究价值 见到田文所说的人是我 刘乐天依旧是那般瞧不起我 只是走狗屎晕罢了 论实力 他的蝗虫就是垃圾 听到刘乐天这么说自己的学生 田文也怒对道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我看他培育出来的蝗虫实力可不弱 超凡生命体蝗虫 虽然算是超凡生命体里垫底的存在 但毕竟也算是跨进了超凡的门槛 文言刘乐天依旧嘴硬 超凡生命体蝗虫 不还是蝗虫吗 综合战斗力也就和普通生命体的 哥布林七股相当 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哥布林 文言田文也拿出了自己的态度 刘老师 你这就片面了 不能总拿蝗虫的缺点 和其他种族的优点做比较 我就问你 蝗虫一年能让族群扩大百倍甚至千倍 你口中的哥布林能行吗 眼见自己说不过田文 刘乐天也转而和他打起了赌 我不跟你争那些没有用的 咱们看结果 我班里有个学生叫刘末 他的卷族就是哥布林 我跟你打赌 刘末的最终成绩一定会比韩武更好 你敢赌吗 文言田文也是不索 有什么不敢的 赌就赌 我赌我们班韩武的成绩一定比你们班的刘末好 见到田文上套 刘乐天也在这时煽动起教室内的气氛 好 在座的大家都是见证 我们就以五点神性作为赌注 丝毫不怂 田文直接同意了此次赌约 见到田文的举动 刘乐天也暗笑了起来 田文啊田文 这次你还不得赔死 刘末可是我亲侄子 我给他的资源你能舍得得含武吗 同考开始 面对新手噩梦的血肉魔魁 现如今我却直接将其化为了我蝗虫大军的食料 就在刘乐天和田文开始赌局的同时 同考前期的淘汰赛也彻底结束 淘汰赛结束 通过考生430名 选择排名考核的学生数量300名 见到考生数据 刘乐天也犯起了嘴见 怎么还有130个人弃考 没出息的耸淡 见到力气如此之高的刘乐天 一旁的老师也开始为学生们说起话 别怪同学们 这次的同考难度很高 有人退出也是正常情况 能够在艰难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学生 才是我们日后该培养的目标 画面来到神域内 随着学生们选择完是否继续考核后 排名考核也是正式开始 而入侵的大门中 也在这时走出了一群骷髅类的入侵者 见此所有的老师都是一脸惊恶 就这 这就是排名考核的入侵者 这不就是送分吗 和外界老师的想法一样 看着眼前若不禁风的骷髅兵 以为还是血肉魔魁的我也是顿得失落 我这可有十多亿蝗虫宝宝们嗷嗷待不 骷髅兵 你们这是在为难我呀 算了算了 只能打了 十亿蝗虫听令 给我吃了它们 话音刚落 密密麻麻的蝗虫瞬间就笼罩了整个神域的天空 时间来到两个小时后 看着菜鸡护卓的场面我也犯紧过 随着第一波骷髅兵被解决 第二波的骷髅兵也是紧跟着从入侵大门中走出来 见此我也懒得再和这些骷髅浪费时间 直接就号令起了自爆蝗虫 自爆蝗虫出击 到将蝗虫辅助 给我解决掉它们 随着我的话音落下 入侵大门前瞬间就被恐怖的爆炸所笼罩 待到第一轮轰炸结束 入侵大门前也出现了一道布满岩浆的深坑 而那些落网的骷髅兵也在此时被岩浆所吞没 如果岩浆持续堆高 那些骷髅兵总不至于从岩浆里游泳过来 温度也还是在高点的好 刚这么想着我就号令起赤卢矮 赤卢矮人 将大熔炉里的赤热流浆倒入岩浆地面 文言矮人们也不慢 拿着特制的铁桶就开始往坑内注入铁浆 随着铁浆源源不断地注入 此时的入侵大门前已经是一片火好 这些骷髅兵现在只要一出传送门 就会立马被送上西天 我果然是天才 此时的神域外 看着我神乎其神的操作 各位老师也直呼牛逼 卧槽 这年轻人的想法还真别致 听到老师的话 田文也是骄傲开口 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班上的小可爱 见到田文对我如此自信 刘乐天也开始了阴阳怪气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扛到了第七波吗 我们班的刘默也同样进入到了第七波 画面来到刘默的神域之中 此时刘默的神域内正有一连三十几座防御塔 B级剑塔十三座 B级闪电塔九座 B级火球塔十二座 这孩子家里是有矿吧 听到老师们的话 刘乐天也在心中沾沾自喜 你们谁有我狠 投入了这么多资源 这次同考第一还不是我们刘默的 就在他这样暗想的同时 一道惊呼突然阻止了他的意义 你们快看清爽的神域 画面来到清爽的神域内 比起刘默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闪电台一百座 天生精英生命体雷却三十万只 超凡生命体古术巨人一百头 见到这样的配置 各位老师无一不震惊于秦家的实力 秦家千金果然够强 以前听说清爽同学是年级前三 现在看来年级第一也不过如此了 比不了比不了 别人是家里有矿 清爽同学是矿里有家 简直毫无人性 我一个半神的底牌都没他底牌多 见到和我一同离开的清爽居然如此强大 刘乐天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寒舞都是你做的好事 我必定让你付出代价 时间飞逝 入侵战的第十波也彻底结束 而剩下继续考核的学生 也从最初的三百降为了十八 随着第十一波入侵战即将开始 一则提示也在所有剩余考核学生的耳边响起 难度大幅度提升 请各位同学做好心理准备 随着声音消失 一道身影也自入侵大门中出现 见此所有场外的老师学生们都是一惊 我的天 英雄生命体 这考核是不是玩得有点太大 控骨者 种族 骷髅族 等级 英雄生物 天赋 骨操控 骨聚合 随着控骨者走出传送门 地上散落的骷髅兵残骸也在此时开始了躁动 而控骨者也不航 在走入神域的瞬间就发动了自己的骨聚合技能 随着技能的发动 散落的骨头也在此时重新汇聚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根巨大的骨头 来了来了 第十波的首官英雄生命体控骨者他终于来了 随着他进入各位考生的神域之中 地面上前十波的骷髅兵尸体也在此时重新汇聚 形成了一只只体型巨大的骷髅兵 战力无限接近于英雄生命体的他们 几乎瞬间就碾压了神域中的一众考生 控骨者仅仅出现三分钟就不断由考生退出 现如今的考生更是从18名下降到了10名 比起各位老师关注的考生人数 此时刘乐天更关心我的情况 不对 为什么航武神域里的古巨人这么小 有问题 这家伙作弊 画面来到我的神域之中 在控骨者发动骨聚合后 所剩无几的骷髅狮海也在此时汇聚成了一只小骷髅 而见到这种情况 天文也为我解释起来 这是因为寒武的神域内大多数的碎骨都被岩浆烧成灰了 控骨者没有足够的碎骨 自然而然就没办法发挥实力了 同为英雄生命体 没了骷髅相助 控骨者的实力急转直下 几乎和普通的超凡生命体无异 而在斩铁剑锋的一招斩铁势下 控骨者一战也彻底落下文武 首官大将就这点实力 完全不用发号施令的我也打起了磕水 见我不费吹灰之力地解决了控骨者 场外的刘乐天也是暴跳如雷 这是作弊 绝对是作弊 寒武这家伙肯定偷了体 听到刘乐天这么说自己的学生 天文也开始跟他正面兑现 你有什么证据说他偷体 对此刘乐天也是丝毫不锁 天文 你是在包庇你的学生吗 小心我向教育机构投诉举报你 大家都是明眼人 谁看不出来 寒武在对抗骷髅兵时的一场举动 试问谁会在击败骷髅兵以后主动清理战场 除非他早就提前知道了后续会有控骨者出现 清理战场上的碎骨能够有效降低控骨者的实力 听到刘乐天这么说 天文也渐渐没了底气 你有什么证据 你胡说 对此刘乐天依旧不依不饶 直接就看向了许梅的方向 我严重怀疑寒武提前得知了考题 这是作弊行为 学校必须严惩了 面对刘乐天施加的压力 许梅也是一脸淡漠地看向他 这一次同考内容是校长在出发前临时不想 即便是我在同考开始前也不知道具体内容 如果说寒武同学在考前就得知了考试内容 那无非就是校长泄命 刘老师 你觉得校长会做这种愚蠢的事吗 听到许梅的话刘乐天瞬间就尾了 急忙改口道 或许是我想错了 寒武同学是靠自己的运气才击败了控骨者 可是就算这样 寒武同学他的成绩也有很大水分 对于其他同学来说非常不公平 见刘乐天依旧针对我 许梅的脸色也越加森了 刘老师 你作为一名半神 知不知道自己的话有多可笑 神域文明培育种子 讲的从来就不是公平 而是优胜劣汰 不管寒武同学是凭借什么取得的好成绩 只要他不作弊 这份成绩就该属于他 说着他也一脸审视地看向了刘乐天 至于你说的公平 你觉得通过职权 私下对侄子刘墨进行资源清洗 他同学公平吗 人心不足舌吞下 不再顾及任何同事情面 许梅直接就将刘乐天干的龌龊事 全部给说了出来 听到许梅所说 一向平和的田文也怒视起刘乐天 混蛋东西 原来刘墨是你侄子 难怪你要拿他和我打赌 有句话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的学生寒武已经通过了第十一波 你的侄子刘墨想要通过第十一波 难度应该出乎意料的大马 就如田文所说的一样 此时刘墨的神域中已经是废墟一片 哥布林眷族的诗还更是随处可见 面对实力远超自己的骷髅兵 刘墨也没有选择继续挣扎 看来只能到这里了 我不打了 我退赛 随着刘墨的退赛 田文的面向也由怒转平 打赌的结果出来了 我的学生寒武通过了第十一波考诺 你的侄子刘墨没能通过第十一波考诺 刘老师 在场的老师们可都是见证人 五点神性的赌注 你应该不会赖账了吧 一把递出五点神性 刘乐天也嘴硬道 田老师 请你保管好这五点神性 总有一天 我会把他们都拿回来 时间来到一个小时后 第十三波入侵结束 剩余考生三名 寒武 秦爽 黄飞 前三名出来了 接下来就看谁能拿到第一名 难度递增 此时的黄飞神域内 在第十四波的操补者进入神域后 看着密密麻麻的窟窿 黄飞也选择了退赛 画面来到秦爽这边 凭借着价值千万神力的资源 秦爽也在坚持到第十六波入侵后 选择了退赛 见到两名天才相继离场 许梅也打心底的为我感到高兴 好样的 寒武第一了 与此同时我对外界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 依旧控制着黄虫大军 抵抗着门内源源不断出现的入侵者 超凡生命体炸将黄虫自爆 无数有骨聚和凝聚的骷髅兵被炸得支离破碎 再加上斩铁剑锋快速收割残兵败将 在足足砸了15分钟后 我的神域中也再次回归了瓶颈 短暂的瓶颈中 提示再次出现 第二十波入侵结束 第二十一波入侵即将开始 难度大幅度提升 请同学做好准备 见此我也紧盯起了入侵大门 真正的挑战要来了吗 随着我的询问 入侵大门中也出现了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 带到入侵者进入 我的目光瞬间变得柔和 这 这凶器未免也太大了 画面一转 此时入侵大门中 竟然出现了一位疑似白骨精的入侵者 而凶器也是出奇的大 开始了开始了 第二十一波入侵战 它终于开始了 看着屏幕上携带凶器入场的骷髅领主 场外的老师们 学生们顿时都被震惊在了原地足足两秒半 竟然是骷髅领主 难度怎么一下上升了这么多 与此同时的神域之中 看着眼前数十米高的骷髅领主 分得轻好坏的 我也是难难开口 这挑战算是到头了 领主级的入侵者 出场的骷髅领主也是满脸猛逼 什么 就在他说话的同时 一股强到离谱的稀利袭来 直接就将其朝传送门内吸去 必把抓住传送门的门框 骷髅领主的面庞也呈现出了争鸣之色 可是受规则影响 就算已经是领主级的 他也没任何办法抵抗这股稀利 也就在此时 骷髅领主突然不知道从哪掏了根骨头 直接朝我的方向扔了过来 好在准星掠差 骨头几乎擦着我的脸庞 飞向了我的身后 领主及生命体力量和其恐怖 仅是这么随意的一击 就掀起了滔天的爆炸 而见到一根骨头 打出了这样的效果 已经选择退赛的 我也是满脸猛逼 发生了什么 我不都已经退赛了吗 随着入侵大门的关闭 我的神域也恢复了往日的瓶颈 而完成同考的 我也在此时被传送出了神域 来到外界 看着屏幕上第一名是我的名字 完全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的 我也是满脸震惊 这就第一了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班级成绩也是被列卷了出来 田文班级 共得分252分 卫列榜首 超第二名20分 晋升三大尖子班之手 刘乐天班级 共得分192 卫列第八 看着自己的班级排在墓里 刘乐天也是咬牙切齿 特么的本来第一竖 可恶啊 看着对头这副样子 田文也是满脸藏不住的高兴 随着同考结束 没通过考核的学生们也是伤心至己 完了 我不想被开除啊 心理承受能力差的更是当场哭了起 有人愁就有人欢喜 莫名其妙拿了第一的我 也是受到了班级的横肃庆祝 短短一个小时过去 我的第一名奖励也是成功到着 铁矿石资源卡 神域灵土卡 B级圣物兑换卡 B级神殿生成卡 神力武器兑换卡 超凡种子兑换卡 神域核心升级卡 一点神性 凡眼卡 看着屏幕上各种各样的卡片 没有拿到名字的学生眼睛都要看绿了 我去 这么多奖励 这家伙是发家了 人比人气死人 就在学生们惊讶的同时 我也思考起接下来的打算 这些兑换卡 要兑换什么样的奖励才合适呢 还需要好好构思一下 与其让自己犯满 不如将其赐予他人 挑选合适奖品这种重要的事情 还是交给田文老师的好 在嘱托好一切后 我也进入了神域之中 神域灵土卡 已成功兑换秘灵地形20平方公路 B级生物兑换卡 兑换一级生物毒物株 神域核心等级加一 使用的卡片使用后 我也来到了最让人 犹豫不决的兑换装备环节 看着屏幕上新款暴风大剑 我也陷入了维尼 兑换卡只能换一把 那斩铁剑锋的武器得四把才够 给他完全没用 算了算了 还是给赤卢矮人找个锤子啥的吧 刚这么想着 我也翻看起战锤系列 战锤 炼狱 价值99999神力 由灵主生命体炼狱 九头蛇的核心打造 蕴含庞大的火焰能量 最低使用要求 火系英雄生命体 见到这个最低使用条件 我也两眼失神 看来还不能马上使用 得等赤卢矮人里面出一个火系生命体才行 算了 反正是白捡的 不要白不要 时间来到一个小时候 除了被退学的学生 所有的学生都回到了班级之中 同考是高中的一条分界线 能够留下来的同学 我相信都是精英 下面有请咱们班的前三名上台领取班级奖励 随着田文老师的话 我和秦爽还有拿到班级第三的一名男生 也是来到了讲台之上 韩武同学在此次同考中大放一子 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班级奖励为100班级积分 以及可以在班级高等资源宝库中任意选择一笔 随着田文的话音落下 一道投影也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巨人之拳 生命喷泉 玄铁矿核心 二级技能冰冻飞弹 二级建筑哥布林潮 普通生命体 超凡生命体 狮虎兽 看着屏幕上的各个奖励 我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就选择了生命喷泉 生命喷泉 可大量喷发蕴含生命能量的泉水 而滋养生物 改善周边环境 见我选择这个 田文的眼中也多了几分心神 这孩子了不起 没有固执地追求强大的战斗力 而是能认识到自己的长处 并加以发扬 以后前途不可限量 时间来到课间 就在我想着未来的发展时 拿到第三的男子突然找上了我 恭喜啊 咱们的爆发货 韩武同学 把你在同考中获得的那一点神信卖给我 我用一亿五百万神力和你交换 现在就交易 听到男子的话 我也皱起了眉头 你是个什么东西还敢命令你 再说多出五百万神力 你家有钱多的烧啊 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想着的同时我也询问起 理由呢 文言男子也是毫不在意 这需要什么理由 只要你同意 一亿五百万神力就是你的了 有了这笔神力 足够让你买下蝗虫生命跃迁的路线 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于男子画出的大饼我完全不在意 直接一口否决 我不同意 见我这样男子也双手合适 向我说起了事情的真相 韩武同学 我祖父正准备晋升真神 你把这点神性卖给我 除了神力之外 我欠你一个人情 见着小子的孝心 我也逐渐改变了想法 一亿五百万神力 绝对是笔巨款 若是能获得这笔神力 我完全能够让神域 承载蝗虫的数量上升数十倍 到时候这点神性早就赚回来 就在我打算同意这笔交易时 口袋中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则消息 打开手机 赫然是狗皮高耀情爽发来的 你同考中收获的那点神性 我出一亿五千万神力购买 你同意吗 神性 由一亿点神力凝聚而来的产物 现如今眼前的这个男生 竟然出价一亿千万神力向我进行购买 而就在我准备与其进行交易时 秦爽的一则消息突然打断了我的所有动作 看着屏幕上的一亿五千万神力 我也在此时陷入了愣神之中 一亿五千万神力 显摩你是真不差钱啊 紧接着我也询问起秦主 一点神性不是价值一亿神力的吗 对此秦爽也回道 你连这点尝试都不知道吗 一点神性确实可以用一亿神力凝聚 但前提是神明自产自消 就是通过自己卷族产生的信仰之力凝聚神力 再用来凝聚自己的神性 如果其中掺杂了其他神明的信仰之力 神性凝聚的成功率会大大降低 当前神性市场价是一亿四千五百万神力 而且有价无事 看完秦爽回过来的消息 我也彻底明白了一切 原来如此 什么祖父即将进阶真神 许损这家伙是真损了 连我的漏都想紧 也就在此时 一直在旁边的徐笋也催促起我开始交易 对此我也冷漠地回答了他一个滚字 见我已经识破 徐笋也放弃了狠话 含武 你别以为你同考取巧得了的第一就可以张考 你给我等着 对此我却毫不在意 上一个这样和我说话的人 已经被击碎了核心彻底沦落位的废里 你只要赶来 我绝对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时间转瞬即逝 而我也将获得的神性 以一五千万神力的价格卖给了秦爽 没有急着体验一夜报复的心情 再回到家后 我也第一时间来到了自己的神域之中 一级神殿就建在赤鲁矮人营地附近了 随着我意念移动 一座辉煌的神殿也在此时出现在了赤鲁矮人的营地之外 而班级奖励的生命喷泉 则被我放在了生命平级的沙漠之中 假以时日 这片土地就会成为一方沃躲 画面来到赤鲁矮人这边 我也将价值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的战锤赐予他们 见到如此强大的武器 赤鲁矮人齐齐向我会了想 伟大的神明啊 感谢您赐予的一切 对此我也回答 大家都起来吧 这次带来了新的神器赐予你 说着的同时 我也拿出了一颗赤红的果子 在挑选了一个年轻力壮 有潜力冲击英雄生命体的赤鲁矮人后 我也将果子给递了过去 赐你超凡种子 以后你就叫神锤 希望你早日成为英雄 举起炼狱战锤 双手接过的同时 从未被前主人认可的矮人 也在此时流下了感激的眼泪 神明万岁 来了来了 种族的生命跃迁 它终于来了 在处理完矮人这边之后 我也来到了神域的上空 这个毒物猪是田文老师 让我挑选的圣物 但是这东西有什么用呢 说曹操曹操道 田文视频通话也在此时响起 田老师好 您找我有什么事 见到我接通电话 田文也一连召唤出了两样物品 今日同口 在你和刘莫谁更优秀的问题上 我和刘乐天赌了五点神信 结果我大获全胜 这份赌注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所以我准备分给你一点 一个是神信卡 或者一亿五千万神灵 神信卡就不用我介绍了吧 我重点给你讲解一下 这颗魔胎了 这是我在外遇征战时 得到的一份战利品 是天魔虫王亲自诞下的吗 用特殊密法炼制成的死胎 虽是死胎 它却能够每日产生石生魔胎素 低级虫族可以通过 使用魔胎素同化为 最低级的天魔虫 在你入班时 我曾说过会助你完成 核心卷足的生命跃迁 而这就是我所掌控 关于蝗虫生命跃迁的一条路 听完田文老师所说 我也不禁思索了起来 学校老师都不看好我 就是因为觉得 我的蝗虫卷足太垃圾 若是掌握一条生命跃迁的道路 蝗虫同化为天魔虫 卷足潜力虽不至于 媲美清爽的天生精英生命体为确 但也能达到普通生命体 哥布灵或矮人的强度 在我思索之时 田文也询问起我的选择 这两者你选一个吧 就当是我赢了赌注给你的分成 没有任何犹豫 我直接选择了魔胎卵 见我的选择 田文也跟我说起了 魔胎卵的使用技巧 天魔虫和毒属性契合度极高 你可以把一级圣物毒物株 加在到核心上 结果绝对让你满意 对此我也向田文表达了感谢 谢谢田老师 我一定不负您的期望 说着的同时 我也询问起田文 老师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提供大量肉食的渠道 差一点没关系 商城里所提供的肉食 实在是太贵了 听我说完田文 立马就明白了我想干什么 你如果想拿肉食来喂养蝗虫 我劝你不要用商城上 所购买来的肉食 代价太大 收益很低 最近校长攻略了一个深渊未免 必定有大量血肉魔魁的尸体 如果你需要 我可以帮你询问一下 在麻烦老师联系校长后 我也关闭了此次视频通话 不过在老师与校长沟通之前 我也不由得抱怨起来 那二级圣物暴食律法的作用太过强大 神域里的蝗虫们 个个都变成了饭桶 干饭速度飞快 现在仅凭神域内的产出 根本无法满足蝗虫们的胃口 得尽快寻找食物渠道才是上策 边想的同时 我也来到了一棵巨树的跟前 将魔胎卵放在古树下 应该可以很快产生魔胎素 蝗虫吃下之后 应该就会进化吧 时间来到两天后 不少食用了魔胎素的蝗虫 已经开始化解 真期待这个碱能长成什么生物 两天了 还要多久呢 话音刚落 简上也出现了剑剑猎物 紧接着剑鞘破碎 一只黑色形似天牛的天魔虫 也是从中钻了出来 核心卷足 天魔虫 卷足等级 普通生物 卷足天赋 残暴 信仰等级 狂信徒 信仰之力 每天一点 生命周期 200天 幼虫期30天 橙虫期150天 衰老期20天 虽然依旧是普通生物 但实力要比蝗虫强百倍 不过没有繁育信息 所以每一只天魔虫 都必须靠魔胎素来同化 一滴魔胎素 能够同化一只蝗虫 一毫升有20滴魔胎素 10升就是20万滴魔胎素 顺利的话 每天就能够获得 20万只天魔虫 而就在我思索的功底 天魔虫的体型 也大了两倍多 暴食律法对它也有效 这样一来用不了多久 就能晋升为精英生命体 随着我将一级 圣物毒物株 加载到了核心当中 天魔虫也再次迎来了变化 之前还呈现 黑色的假鞘 也在此时转而变为了暗金色 毒物天魔虫 精英生命体 暴食律法 一种狂吃食物增长 几身实力的生物 此物虽强 可时间长了我数十亿的卷族 也会面临食物不够吃的问题 而就在我嘱托天文 帮我寻找低价肉的消息时 此时经历一场大战的 魔渊未面中正是一片狼藉 尸体堆积成山 尸体腐败的恶臭 更是无处不在 看着眼前的尸体校长 也泛起了难 这可如何是好 如此多的碎骨 还有血肉魔魁的尸体 到底要怎么处理 就算将其全部收入卡片内 带到卡片上的神力耗尽 尸体又会爆出来继续污染环境 就在校长想着处理尸体的办法时 田文的视频通话突然响起 一点接通 校长也是直奔主题 田老师 你怎么突然找起我 察觉校长好像不怎么高兴 田文也急忙说出了目的 校长贸然给您打视频 是想向您询问 是否能提供血肉魔魁的尸体 我有一个学生想满 文言校长也是一脸善善 你的学生要这些血肉魔魁的尸体做什么 对此田文也细细地和校长解释起来 他准备用来饲养核心卷足 他的核心卷足是蝗虫 在同考淘汰考核中 曾使用过血肉魔魁的尸体 并无不良反 文言校长也想了起来 这学生不就是前几日和半神斗法的小天才吗 没想到小小蝗虫竟然有如此做的 可惜了 深渊的条件不适合蝗虫生存 否则倒是可以引进一批蝗虫 来啃食血肉魔魁的血肉 这样一来也能让我们省下很多神力 说着的同时 校长也掏出了一张封印了一百万具血肉魔魁尸体的卡片 你先转交给他 吃完再来 时间飞逝 转眼就来到了第二天 同样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校长 那位学生昨天的血肉魔魁吃完了 他想问问能不能长期供应 听田文说完 校长的脸上止不住地露出惊讶之字 什么玩意儿 一天就吃完了 还想要长期供应 见校长如此 田文也是急忙改口 我也觉得这个想法有点过分 所有您要是不想 我就拒绝掉吧 就在田文准备行动的同时 校长也是阻止了他 慢着 血肉魔魁的尸体倒是管够 但是长期供应就不能白送 这样吧 一点神力可以购买一百具血肉魔魁 一万神力起送 五分钟过后 田文也询问完我的意见 再次向校长打来了视频电话 报告校长 韩武同学说没问题 他要先来一百万神力的血肉魔魁尸体 时间转瞬即逝 经过几天的精心喂养 我经营生命体的总量 也来到了一个令人发展的数量 130亿 博弈博单车变摩托 没有任何犹豫 我直接就发动了生命陷阱 选项一 五名巨人战士 超凡生命体 选项二 三级技能晶石 毒暴数 加载入神域核心后 可使卷足掌握初级毒暴数 必可交由英雄生命体学习 最高可领物质究极毒暴数 选项三 分解机 分解物质 提取纯粹能量 来了来了 陷阱120亿精英生命体蝗虫的奖励 他终于来 看着眼前的选项 我也是惊讶开口 不愧是120亿精英生命体 蝗虫换来的东西 选项一的五名巨人战士 那可是超凡生命体 而且是以破坏力著称的 巨人族战士 哪怕是拿出去卖 一个巨人战士 至少也能卖出 1000万神力的高奖 压住内心的惊讶 我也看向了选项二 三级毒暴数 加天魔虫 再加一级圣物毒物猪 简直就是绝配 不过我的神域核心 目前只有三级 加在暴石律法 和毒物猪后 根本没有空槽 来加在毒暴数 稍加犹豫 我也选择了 看似无用的分解剂 分解剂能分解物质 提取能量金石 能量金石 据说是魔法侧 卷足的食粮 金贵的很 有了它 我就可以躺着赚钱 拿起地上散落的铁矿石 我直接就将其 全部扔进了 价值120亿精英 生命体的分解剂中 短短五个小时过去 铁矿石 也从最初的铁矿石 变为了铁矿石 见到这东西的出现 我也是一脸惊讶 铁矿石可以用来 给某些特殊卷足当食物 还可以用来充当锻造的材料 每颗能卖大约五点神力 不错不错 是个细水长流的发家之道 就在我说着的同时 脑海中突然想起了 矮人族的声音 伟大的神明啊 我们挖矿石 遭到了亡灵的袭击 导致三名同伴受伤 神锤族长正在与那位亡灵对抗 希望神明能赐下神恩 解救赤鲁矿人族 听到这些 我也没有太过惊讶 这是神殿在将信徒的心声告知给我 但是 我的神域中怎么会有亡灵呢 想着的同时我也发动了神域 画面来到赤鲁矿人这边 此时手拿炼狱的神锤 正与一只和操补者极其相似的骷髅战斗 面对神锤的攻击 骷髅也是不惧 只是稍稍抬手就将神锤的攻击给拿了下 见到硬汉超凡生命体的攻击 我也对这只骷髅来了兴趣 厉害呀 居然和超凡生命体打得有来有回 系统 查询信息 面对我的询问 系统的一则提示也给我整不讳 查询失败 小骷髅不是你的信徒 并且你没有侦察类的手段 无法查看其信息 不是我的信徒 还能存在于我的神域中 这家伙是怎么出现的 说着的同时 我也向神域中的一哥发去了命运 斩铁剑锋速来应战 短短数秒过去 手持四把暴风大剑的斩铁剑锋 就来到了小骷髅的面积 没有任何犹豫 落地的瞬间 斩铁剑锋直接就一剑 劈向了小骷髅的脖子 面对英雄生命体的攻击 小骷髅也被打成了一块块断了 可是仅在一瞬间 小骷髅就再次组合站了起来 见到这样的重组能力 我也从小骷髅的一旁显现了出来 归顺我 信仰我 你将获得新生 闻言 没有任何犹豫 小骷髅一掌就贯穿了我整个身躯 对此我却是不屑一鼓 幼稚 神域不破 我的神性分身就能永存 给我继续打 打到他归顺为止 听到我的话 斩铁剑锋和神锤也来了兴趣 一脸虎视眈眈的盯着眼前 对神明出手的骷髅 骨匠临死不去 除非包持包住 在经历了三天惨无人道的折磨后 一排排的小骷髅也向我行了跪拜大 无愿归顺神明 见到小骷髅已经被我的行动所挡化 我也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不错不错 这次总该可以查看你的信息了 卷族名称 骷髅族 卷族等级 灵主亡灵 虚弱 残缺 封印 卷族天赋 水晶骨 复苏 信仰之力每天一百万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随着同考彻底结束 新的考生也随之出现 同学们 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了吗 接下来的这场考核 才是真正能拉开你们之间差距的关键 甚至会影响到你们未来会被拿锁高校录取 听着甜文的话 讲台下的我也是瞪大了眼睛 高校录取吗 爷爷的遗愿是让我去帝都学院的乱星海寻找失踪的父母 而帝都学院正是神域文明中最顶级的高校之一 就在我想着的同时 讲台上的甜文也是再次开口 你们接下来将会被传送到魔渊C793826号未免 具体的考试内容将会在降临后以邮件的方式发送给你们 你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准备 听到老师的话 学生们也开始了议论 魔渊帝未免 据说那里常年弥漫着魔器 卷族进入 有极大可能会被魔器所侵蚀 成为毫无理智的魔化生物 唯有魔物和亡灵能正常存 我还听说 那里时常爆发亡灵天灾 亡灵们会疯狂攻击任何活着的生物 这谁能扛得住啊 那位同学的卷族是魔物 求报大统 听着学生们的话 为数不多拥有魔族卷族的张小龙也是沾沾自喜 这不就是为我而准备的试炼吗 属于我的时代终于要到了 寒武 我看你还能继续得意 就在他这样想的之时 一道未知的视频通话突然响起 见此一幕张小龙也是倍感 在点击接通后 赫然就是老班主任刘乐天打的 小龙 是我 我需要你帮我解决掉一个人 毕竟是以前是刘乐天班上的班长 张小龙立马就明白了 询问道 是寒武吗 不用您说 我自然会去对付他 见自己曾经的学生和自己有同样的想法 刘乐天也是大方地拿出了一个刻画了魔物图案的信件 不愧是我看中的学生 你帮老师办事 老师是不会亏待你的 这是老师给你的资助 你先收着 对你考试有用 打开刘乐天送来的信件 其中包着的赫然就是一张恶魔亚龙的卡片 恶魔亚龙 超凡生命体 这可是媲美英雄生命体的强大种族 一个小时转眼就过去了 此次的考核也是正式开始 随着我们被传送进入魔云C793826号未免 此次考试的要求也是出现在了所有学生的眼前 考试要求 参考学生拥有一次卷族化身降临的机会 若卷族化身死去 学生将以真身降临 真身身死 即真实死亡 二 参考学生每日拥有一次召唤卷族的机会 每次限制召唤卷族100名 三 考核排名采用任务积分制 完成任务获取相应积分和奖励 任务列表楼下 任务一 剿灭骷髅兵临 内容介绍 亡灵盆地驻守着一只庞大的骷髅族兵营 消灭九成以上骷髅 摧毁骷髅族的军起 提示 该兵营骷髅族士兵介于8000到1万之间 最低等级为普通亡灵 最高等级为超凡亡灵 任务奖励 六式考核积分 随即一箭一级胜物 来了来了 高校录取考核他终于来 在看完满屏可做的任务后 一则提示也再次浮现了出来 请选择以何种骷髅族化身降临 选项一 蝗虫化身 选项二 赤鲁矮人化身 选项三 剑锋族化身 选项四 骷髅领主化身 虚弱 残缺 封印 看到有骷髅领主的化身 我也抱着试试的想法点了上去 骷髅领主化身属于死灵 能够避免魔渊内魔气的侵扰 独一把把 随着我点向了骷髅领主化身一来 我的周身瞬间就浮现出了一抹诡异的黑气 诡异黑气由下至上 但凡被黑气拂过的躯体全部都在此时变为了骷髅 看着完全蛊化的手掌 可空气中那若有若无的魔气 我也是顿旦心慰 魔渊是亡灵和魔物的天堂 果然不虚 就连只是化身的我都能感应到空气中弥漫的魔气 说着的同时 我也从神域中召唤出了自己的眷族 暴食蝗虫一百只 出阵 出场有多帅下场就有多彩 仅是出现了两秒半 所有的蝗虫都因为魔气的侵蚀从空中掉落了下 除了三只天魔虫 其余全部的蝗虫都在此时失去了预知 就和我想的一样 魔气真是眷族的克星 除了被童话别无他法 老大老二老三 接下来的一天就全靠你了 在嘱咐好仅剩的三只天魔虫后 我们也开始在魔猿卫面中搜索了起来 皇天不负有心人 在经过长达两分半的搜索后 在一处隐秘的山顶前 我也发现了此次任务之一的古魔虫 见到有积分可拿我直接就命令起天魔虫 去 把树上的果子都摘下来 听到我的话 三只天魔虫直接就朝数十米高的古魔术飞了过去 就在它们飞出去的同时 本是一片死寂的地面中 忽然就钻出了一只只恐怖且诡异的丧尸 对此我丝毫不慌 直接就朝其中的一只丧尸走过去 正好拿你试试小骷髅的攻击力和防御力 短短十分钟过后 我的身后也出现了一座由丧尸堆积而成的小山豹 我还以为很厉害呢 不堪一击 在我抱怨的同时 三只小虫也是将古魔术上的果子全部给摘了下 看着眼前满地的古魔果 我也泛起了为难 这么折腾下来 收集的古魔果任务只够二十考核积分 不过一百积分的任务要打半身 我铁定没戏 数量引起质的变化 那就以数量取胜吧 你们再去搜寻一下 把附近的古魔果全都给我摘回来 一天时间过去 我的手中也多出了一大厚厚的卡片 这里所有的古魔果都被我拿下了 不过考核积分只能兑换一次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说着我就点开了班级聊天群 有人买任务四十九所需的一百颗古魔果 一无换物也能接受 看到群里的消息 不少的学生都对此疑惑至极 还能这么玩 这是作弊吗 比起质疑伤 更多的人还是出价购吗 到最后就连田文都冒了出来 只允许使用本位面所获得资源进行交易 为者警告一次 及其三次警告取消考试资格 见到群里的动静我也沾沾自细起 我还真是个商业鬼才啊 这下什么资源都有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看着班级群中的消息 恶魔化身的张小龙也是淡笑了起 我还正愁如何找你们 你倒好 居然敢自报位置 这次我看你怎么死 同处魔渊未免 一物一物同属一星自然是好事 可是将手中的大部分的古魔果换出去后 我的排名也只是排在了第18名 而且一直都有下降的趋势 见此我也不禁抱怨起来 卷足太菜 果然积分难取啊 可是不做高级任务一会儿就会被超越 接下来我可怎么办了 就在我说着的同时 不远处的身后突然传来了嘻嘻嘻嘻的脚步声 定睛看去赫然就是生活在此未免的本地骷髅组 见到数十位骷髅所组成的小团体 我也对此来了兴趣 就是不知道我这骷髅领主的化身震不震得住他们 想着的同时 我也释放小骷髅的威压从他们的身后走了出来 察觉身后的一样 这群骷髅也是齐齐看向了我的方向 对此我没有丝毫慌张 反倒是闲庭阔步地走向了他们 而等可认识我 话音刚落 所有的小骷髅全部都朝我的方向跪了下 一则提示也随之出现 卷足名称 骷髅兵 骷足种族 骷髅族 骷足等级 普通亡灵 骷足天赋 应骨 卧槽 这特么也可以 平白无故一句话 居然多了十几个骷髅兵真信徒 想着的同时 我也看向了这些新收的小弟 起来吧 我的骷髅们 带我去巡视一下你们的营地 不出意外的话 这群骷髅直接带着我将自己的老巢一窝给端了 骷髅名称 骷髅骑士 骷髅种族 骷髅族 骷髅等级 超凡亡灵 骷髅天赋 铁骨 骷髅召唤 信仰等级 真信徒 信仰之力 五万每天 看见超凡生命体被我耐入麾下 什么事情都没干到我也是瞪大了眼睛 我乐得擦 这把赚妈了 不光有数以千计的骷髅兵 而且还直接白嫖一只超凡骷髅骑士 就在我这样想的之时 貌似受了些伤的骷髅骑士也是缓缓开口 无曾是第一骷髅军团成员 再一次和血肉魔魁的对抗中 无带来的队伍和大部队走散 不得已才驻扎于此 因为每日都要应对腐蚀 僵尸 血肉魔魁的侵略 手下骷髅兵一天天减少 所以才会派遣骷髅兵去寻找谷魔果来提升骷髅兵实力 听完他的话 我也原地思考了起来 既然是我的部队了 我就有必要让他们变强 时间飞逝 次日下午 我的名次也已极快的速度下降到了178米 对此我却是丝毫不慌 早已做好准备的我也是跃跃于是 是时候该发力了 想着的同时 我也拿出一颗金石地到了骷髅骑士的面前 无赐予如骨金石 其余装备如等自行处理 见我拿出的装备材料 骷髅骑士也从狼狈上下来 毕恭毕敬的丹西跪在了我的身前 短短十分钟过去 所有的骷髅兵便全副武装 整体的实力也是有了巨大的提升 而我的第一站 则是考生未知如虎的血肉魔魁巢穴 来了来了 骷髅小兵的第一站他终于来了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长途跋涉 我也带着一众骷髅小弟来到了血肉魔魁的巢穴之中 跟武说血肉魔魁巢穴大概有八千到一万只血肉魔魁 我这一千出头的骷髅队伍 正面开战绝对行不通 既然如此就和你们玩玩游击战吧 想着的同时 我也看向了身后一脸无辜的骷髅小兵 你去洞口溜达溜达 听到我的命令 小骷髅也是迈着不情不愿的步伐 走到了血肉魔魁巢穴的根捷 仅是刚刚走到洞口 一堆血肉魔魁就从巢穴内猛冲了出来 而就在他们冲出巢穴的同时 眼前的一幕直接将这些冲出来的血肉魔魁 给震惊在了原地足足两秒半 没错 就在他们走出巢穴的瞬间 数以百计的骷髅兵直接就将他们给牢牢地围了紧 没有任何手软 所有的骷髅兵一拥而上 直接就对着血肉魔魁一顿拳打脚踢 随着战场上的血肉魔魁被击杀 完全当起旁观者的我也发现了一样 好家伙 被杀掉的血肉魔魁还能被转化成骷髅兵 这骷髅族增加新成员的方式还真是别具一格 短短一个小时过去 我的骷髅军团的骷髅兵数量也来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程度 一跃从最初的一千多名上升到了七千之多 现在的骷髅军团已经有七千之重 巢穴中的血肉魔魁则只剩下三千左右的数量 时机成熟了 全军出击 给我拿下血肉魔魁巢穴 随着我的话音落下 承山承海的骷髅兵也朝血肉魔魁的巢穴走去 短短三小时过去 所有的血肉魔魁都被我的骷髅兵所通化 而为首的骷髅骑士更是从中拿出了价值六十烤和积分的血红色宝石 有了宝石的加持 我的排名也一跃从垫底上升到了一百零八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在张小龙赶到我订好的交易地点时 却迟迟没有发现我的踪影 猜测我可能早就离开此处 张小龙也开始了无能狂弄 妈的 韩武那小子究竟跑暖去了 老子等了这么久都没看见 在平足了一下躁动的心情后 张小龙也是打开了排名面 一下子加了六十分 看来这家伙是打下了血肉魔魁潮雪的 韩武你可真是超乎我的预料了 不过呢 你的好运也算是到头了 在猜测到我的所作所为后 张小龙也是带着自己的郡主 以极快的速度赶到了血肉魔魁潮雪外 而当赶到看见数以万计的骷髅兵士 张小龙也陷入了为难 该死的韩武 你居然暗地里还养了这么多骷髅族郡主 想借此在考核中取得好成绩 你这完全是在做梦 地狱恶犬 出击 给我撕碎他 一记龙爪就直接将韩武的骷髅领主化身打散架 就在刚刚 张小龙挥下的地狱恶犬扑向了韩武 周围的骷髅兵岂能让首领被袭击 都奋不顾身的上前阻 挡在韩武面前当即构成一面无比坚固的骇骨铁区 化身恶魔亚龙的张小龙见状也不有感叹 这才降临魔冤未面的第二天 韩武便汇聚了如此多兵力 若是在迟几天 还有谁能等住他 今天必须解决他 意识到后患无穷的张小龙当即冲入战场之中 固满后视灵片的身躯横冲之状 将大片精英生命体的铁骨骷髅碾成碎片 就算是超凡生命体的骷髅骑士也紧紧等下一击 在数次撞击之后 身上的骨骼也破碎严重 韩武决定问个究竟 张小龙同学 咱们无冤无仇 你为何袭击我的卷祖 张小龙没有将暗恋情爽的事情说出来 而是一声咆哮将沿途杀死泥土全部震飞 接着一记龙找朝韩武红扫出去 当即就将那如玉般的骨骼打散了一地 失去了首领的骷髅兵们 眼眶中的灵魂之火剧烈跳动 发了风一样杀向恶魔亚龙 然而张小龙却不屑一步 当即就飞上了天穷 一群乌合之众 都没杀的必要 他们虽是骷髅 却有忠义之魂 唯有杀光所有仇敌 才足以祭奠首领亡魂 可在张小龙走后 韩武的骨骼忽然被某种力量迁移 躲在一个张小龙找不到的里 断绝一切通信 带麾下拥有足够的兵力后 再找机会报仇 另一边 张小龙打开退考名单 找了半天也没发现里面有韩武的名字 他不信邪地返回主保单查找 果真让他发现了排在第163名的韩武名字 也就是说 刚刚的韩武是炸死的 他当即带领地狱恶拳返回血肉魔鬼的巢区 这次我就算浪费时间也要把你们诛杀殆尽 然而带他们再次来到巢区门口 却发现这里早已空空如也 地上连一根完整的骨头都没留 张小龙愤怒地下打神秘 给我搜 方圆百里不许放过任何一个骷髅 此刻的韩武已经逃出50公里外 经过和张小龙一战 骷髅队伍数量已剩下5000 他现在只能拿出更多的骨精 是帮助骷髅兵强化 吸收到纯粹的骨能量 骷髅兵不但恢复了伤势 还纷纷进化为铁骨骷髅 其中还有一只进化为骑士骷髅 但韩武知道现在的实力还远远不够 要想被帝都学院看重 得要更突出成绩才行 随后他接下了任务64 沉沦魔是魔渊未面的一种本土生物 实力平平 这种渣渣被标到80级分 显然规模一定超过百万 也正巧自己可以用沉沦魔 来大规模制造骷髅兵 出发吧 目标沉沦不落 时间过去很快 转眼间变过去了两个月 全年级退考的学生已接近300人 其中黄飞和刘墨的成绩最为突出 稳居第一和第二宝座 而韩武目前却是全年级倒数第一 刘乐天当众嘲讽 早就说过了 韩武那小子就是投机取巧 才拿了同考第一名 可某个有眼无珠的老师 却把他当成宝 韩武这小子就是个废物 无论给他多少资源 他也是烂泥扶不上墙的 田文感受到了侮辱 他怒喝道 那不如咱们再打一个赌如何 这次获得冠军的学生依然是韩武 赌十点神星 你敢还是不敢 刘乐天求之不得 还加大了筹码 我没有十点神星 但我有神职 我拿神职跟你赌 三个骷髅骑士第一次联手召唤 境意外将一尊变异的 超凡生命体骷髅复苏者召唤了中 那是一尊比骷髅骑士更加强大的存在 就在不久前 田文听不惯刘乐天对韩武的侮辱 竟以十点神星作为赌足 武这次考核的冠军是韩武 刘乐天上次输了五点神星 手头上已经没有多余的神星考 只好拿出三级神职治疗跟他赌 其实田文并非一时冲动 因为他知道韩武已经开始攻略一个考核积分为八十的任务 一旦完成 如此高难度的任务将会受到一流高效的注意 与此同时 在魔约某个位面 沉沦魔营地这边原本有上百万的沉沦魔 可现在的数量已经不足十万 这都是因为韩武使用打游击战的方式 一劈劈地将沉沦魔引出来击杀 再将他们的尸体复活成为骷髅兵 现在他的骷髅兵数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九十万 兵力对比如此悬殊 他当即下达神域全军出击 以骷髅骑士带头杀入了沉沦魔营地 那些沉沦魔奋起反抗 可在转眼间就被海量骷髅兵所淹没 没有一个沉沦魔倒下 就意味着有一个骷髅兵站起来 即便沉沦魔首领祷告者也拥有复活的能力 但根本比不上三个骷髅骑士的召唤速度 不出二十分钟 韩武已经一举攻下了沉沦魔营地 在完成轻角任务后 韩武让三个骷髅骑士同时在沉沦魔祷告者的尸体上使用召唤能力 只见那具尸体上的血肉快速消散 原本空洞的眼眶上竟然起了灵魂之火 随后一尊变异的骷髅族超凡生命体出现在眼前 骷髅复苏者超凡亡灵 天赋 硬骨 骷髅复苏 看完属性面板 韩武惊叹不已 我去 骷髅复苏者可比骷髅骑士更强啊 只见骷髅复苏者伸手指向后面刚刚被砸成碎骨的骷髅兵 一团悠悠绿光将其包裹起来 下一刻 散架的骷髅碎骨在一瞬间重新凝聚 战死的骷髅兵竟再次活了过来 如此一来 往后韩武的骷髅大军不会再有折损 感叹这复苏者还真有点东西 这时骷髅骑士将沉沦魔部落里面搜刮到的物品上缴给韩武 一共有三件不错的战利品 B级圣物 火球法棍 能让部分核心卷族获得释放一级火球的能力 英雄魔板碎片 四分之一的英雄魔板 凑齐完整后可让卷族融合 晋升英雄生命体 沉沦之源 可赐予种族沉沦之力 韩武又惊又喜 这最后一件战利品沉沦之源 竟是一件能触发生命跃迁的道具 他当即提交任务 排名升至401名 并且获得了奖励二级技能精士 连珠火球 随后他选了一个距离不远 考核积分为70分的魔云本土种族 对着百万骷髅兵下达神域 大军开拔 男人在魔云未免疯狂暴兵一百万 用了短短三天就从倒数第一成为年纪排名第四 如此恐怖的晋升速度 让那些先前瞧不起他的老师们都惊叹不 纷纷夸赞田文真是剪刀宝 不过刘乐天仍然嘴硬 他提升到年纪第四又如虎 又不是第一 可话音刚落 广播就传来徐主任的声音 两所一流高校向寒武同学抛出了橄榄枝 还有一所二流高校 可以不用参加高校直接入学 刘乐天听不得寒武半点好消息 我抗议 为什么你只通报寒武同学的高校邀请 不提其他同学的呢 可徐主任却说 分数达到3000分 并至少完成一件80分以上的任务 目前也仅有寒武一人达成 所以只有他才接到了邀请 就在刘乐天哑火的时候 却忽然听到清爽同学 收到一流学院狂战学院的邀请博报 他的心情好转 立马联系了正在考核的张小龙 现在只剩下三个任务 你必须抢先完成 绝不能让寒武抢了 只要他不是第一名 我就能赢下赌约 与此同时 寒武盯着列表上的三个任务陷入了思索 现在我的积分已经达到3480分 排在第三 距离第一名还差130分 所以还需要完成两项任务才行 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 不止我的2000万骷髅兵 两名英雄生命体和近200的超凡生命体 能不能剿灭牛魔部落呢 另一边 牛魔部落的大门忽然受到莫名的眷族袭击 一下子惊动了里面的所有牛魔 张小龙的恶魔亚龙化身夸赞道 加把劲 你也不想最后被航武拿下第一把 徐笋的尸虎兽化身让他别废话 我都使出吃奶的劲了 然而开心不到三秒 部落里的牛魔英雄生命体却冲了出来 抬起手中大棒当即吵两人狠狠砸下 一棒子下去就瞬间将两人击退 牛魔以一敌二 另抗两大超凡生命体的攻击也仍然不落下风 可久攻不下 张小龙开始着急 我们撤吧 再打下去家底都要打完了 徐笋赞同 这种级别的任务 我们联手都过不了 寒武就更不用醒了 可话音刚落 他们就看见在牛魔部落的门外围满了骷髅兵 数量多得有些惊人 似乎无穷无尽蔓延至天际 两人在心中都不由产生了一个降组 该不是倒霉的遇到了亡灵天灾吧 很快这些骷髅兵和牛魔 地狱恶犬和蜥蜴人三方势力发起了战斗 场面震撼无比 大片的骷髅兵被砸成碎骨 张小龙和徐笋发现这些骷髅兵虽多 但战力却很低 可以趁着牛魔吸引火力的时候突围出去 寒武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当即派出一名英雄生命体的控骨者出战 只见那名控骨者一念一动 无数碎骨在一瞬间汇聚在一起组成一尊约20米高的海骨巨人 这是一尊由无数碎骨汇聚而成的海骨巨人 20米高的庞大身躯大步跨入战场 紧紧一拳便对敌军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而那些被杀死的生命体在骷髅骑士的召唤戏 又再次以骷髅兵的形式战了起来 成为亡灵天灾的其中一员 张小龙和徐笋当即就吓傻了夜 海骨巨人杀死的生命体会被骷髅骑士召唤成为骷髅兵 而骷髅兵死亡又会被复苏者恢复 如此无敌的阵容 让他们果断放弃卷足偷偷跑路 怎料20米高的海骨巨人早已拦住了去路 你的核心卷足不是蝗虫吗 韩武却说 张小龙 礼尚往来 我是来送你上路的 说话的同时 海骨巨人已经抬起巨角 张小龙眼睁睁看着巨角落下 无能地咆哮着 不 不要 很快恶魔亚龙化身的张小龙被海骨巨人当场踩爆 地旁的徐笋僵直在原地 韩武同学 咱们之间没有太大矛盾 之前都是误会 我向你道歉 你杀了我也没有什么好处 韩武当即反问 杀了你虽然没有好处 但是放了你也似乎没有好处啊 徐笋都要吓哭了 我把我在这个位面所得到的宝贝分你一半 只求你让我赢命 韩武与徐笋并无直接冲突 稍加思考便答应了下来 成交 你可以滚了 徐笋的考核积分有3020分 所得的宝贝也绝对不会少 他在签下契约书后便仓房逃离 五小时后 牛魔部落死伤超过八成 一句句牛头人的尸体 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型山丘 而牛魔部落的组长 唯一一个英雄生命体 在如此绝境之下 最后选择了头颈 归顺到韩武麾下 韩武再三思索 同意了牛魔部落的归顺 然后将任务提交获得了90积分 现在他的总考核分达到了3570分 距离第一名还差40分 并且还有两个任务选择 然而高兴不到三秒 另一个90积分的任务 瞬间变成了灰色 正当韩武惊叹之时 排行榜上显示 秦爽刚刚完成了任务 总积分达到3580分 位列第二名 韩武深感无奈 现在只剩下一个任务 要是想拿到第一名的话 也只能去击杀黑暗蛙人半神了 即便自己麾下 拥有2000多万骷髅大军 也不一定敌得过半神 更何况对方占据主场优势 但为了引起顶级高校京都学院的注意 韩武果断下大神域 全军出击 目标黑暗蛙人潮雪 另一边 班主任们已经统计出了数据 11个班已经结束考核 现在就只剩下田文三个学生还没出来 分别是秦爽韩武和许子 刘乐天认为他们在故弄玄虚 目前只剩下一个诸杀半神任务 11个班都没人去尝试 历史上也没人成功 田文却不以为然 韩武和秦爽确实在挑战蛙人半神 至于结果 我们走着瞧 我对我的学生有充分的信心 没想到这只丑陋的蛙人半神还会结意 召唤出一头大如山月的超级巨型村山魔蛙 闭口就将秦爽的雷雀化身整个吞进腹中 就在刚刚 清爽的金冠雷雀化身盘旋在黑暗蛙人领地的上坡 上万只雷雀汇聚成一片雷云 只见无数道雷霆从天而降 那场面万雷狂舞 整片天空都被雷光所照亮 很快大片的黑暗蛙人遭到雷击而身亡 如此恐怖的未能顿时引起半神蛙人的注意 只见他举起双掌 在半空中凝聚出一道黑暗力量 化为一道屏障笼罩着整片蛙人领地 那防护罩将所有雷霆抵挡下来 同时响起蛙人半神的声音 胆胆破坏我不足 击杀我族人 我要诅咒你 诅咒你不得好死 他的话音落下 一道黑暗忽然从屏障中射出 精准命中清爽所化身的金冠雷雀 清爽顿时感觉到天昏地暗 阵阵虚弱压迫着体内的每一根神经 让他直接从千米高空坠落 在这危机关头 只见金冠雷雀身上突然金光大作 身上的负面状态在一瞬间全部散去 那是清爽家族给他防身的底牌之一 净化神术 刚好聚散了蛙人半神的诅咒神术 恢复正常的清爽再次拍打双翼 在身前凝聚出一颗电光四翼的巨大雷球 朝那黑暗的防护罩抛了过去 清爽知道单凭自己的力量还远远不够 于是命令挥下一万只雷雀 核心圈族一同吐出威力不俗的雷球砸了过去 就这样上万只雷雀在防护罩上砸了三波雷球 才终于将那无间不摧的防护罩炸碎 可就在这时 那蛙人半神却再次施展神术 双手快速结了一个印 吞山魔蛙 出阵 他的话音落下 壁之如山岳般大小的吞山魔蛙出现在清爽眼前 星红的双眸疯狂闪烁着 下一刻 壁根约有千米长的巨型舌头喷射而出 朝着清爽的方向席卷而来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清爽甚至来不及反应 就被那根湿漉漉的舌头粘住包裹住了身躯 舌头上传来的巨历 硬生生将清爽化身的金冠雷雀 拖入吞山魔蛙的腹中 清爽在腹内奋力释放雷电去无济于事 不行 这家伙体型太大 这点雷电根本伤不了他 然而就在这危机关头 寒武却发起了视频通话 清爽无奈翻了个白眼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在我如此窘迫的时候 接通后寒武打量了一番问道 你这是在哪呀 装修挺别致的呀 清爽脸上浮起青筋 要你管 寒武早就习惯他的小姐脾气 直接问道 合作吗 不然再过十几分钟 你的雷雀就被杀光了 清爽本想硬气的来上一句 那又如何 可终究还是没说出口 好吧 先说好 如果赢了 我要黑暗蛙人半神的身躯 其余的都可以给你 寒武回答道 好吧 那你赶快下达神域 让你的雷雀来接我的精锐度 我的位置在 当清爽得知寒武的位置后 嫌弃的说道 什么破玩意儿 过都过不来 还怎么打呀 会结印的蛙人半神实在太强了 一招黑暗神术暗夜降临 夺走了所有骷髅兵的身形 就在刚刚 清爽让所有幸存的雷雀脱离战斗 飞向沼泽迎接寒武的骷髅百万大军 寒武当即就只会一批铁骨骷髅 操上雷雀身上 由于雷雀的体型极其膨大 来回几趟就把所有骷髅兵 都运送到了战场的中央 当飞到黑暗蛙人的上方时 更是以自由落体的方式降落 不少的铁骨骷髅被摔成碎骨 还有的刚登场就被蛙人砸扁 寒武也不在乎这些战武渣的骷髅兵 一碰就散针是脆得可以 不过好歹是把碎骨量堆上来了 这些碎骨便是控骨者凝聚海骨巨人的骨骼来源 此时控骨者站在那堆成山丘的碎骨之上 双手何时发出诡异的指令 很快无数碎骨仿佛受到了某种力量的指引 朝着同一个方向汇聚了起来 下一刻 一尊大如山岳的海骨巨人出现在眼前 其战力强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英雄生命体 在海骨巨人成形之际 骨头黑暗蛙人的英雄生命体立刻施展了黑暗秘数 沼泽地狱地线 随几百米高的海骨巨人身躯一斗 一边腿陷入了深深的地坑之中失去了平衡 暂时丧失了行动能力 寒武健壮 又立马拍出另外两名英雄生命体 复古者 牛魔萨满 出击 他的话音落下 闭牛一股从海骨巨人的肩上跳下 朝着沼泽内较弱的黑暗蛙人眷族杀去 只见牛魔萨满在人堆中挥舞石柱土腾 眨眼间就砸死了大片的黑暗蛙人精英生命体 与此同时 复古者也发动了范围复苏 出窍 组合 大片白茫茫的骷髅兵从黑暗蛙人的尸体中爬了出来 现场看起来极为甚远 那些黑暗蛙人眷族不断从巢穴里冲出来 和这些新生的骷髅兵进行战斗 而上空的雷却也在全力配合骷髅军团 不停地发出雷霆轰炸 局势逐渐便有了逆转的趋势 可半神中就是半神 当他发现自己的眷族不敌时 便再次发动了黑暗神术 暗夜降临 很快无尽的黑暗笼罩着整个蛙人沼泽 寒武不禁感叹 好恐怖的咒暑 骷髅兵的生气都被击取了 看见大片的骷髅兵倒地不起 寒武却没有破局之法 所有眷族都在这里 要输了吗 就在这时 斩铁剑锋和赤鲁矮人部落的声音 从神域中传来 神明啊 五等愿一战 听见信徒的声音 寒武激动不已 新的一天到来 正好可以重新引入眷族 下一刻 在寒武的神域中 那扇巨大的传送门忽然暴力打开 手持四把暴风大剑的斩铁剑锋 跨过那扇门进入了蛙人沼泽 紧跟其后的还有赤鲁矮人全组 他们每一个都全服武装 而神域中还有一万只蝗虫 无法通过传送门 毫无智慧的他们似乎在向寒武表达 神明啊 五等已经做好准备 请献祭我们吧 男人献祭掉神域里的一万只蝗虫 眼前顿时浮现出一个 让他扭转局势的奖励 西纪圣武 特殊道具 驱散黑暗 横扫负面状态 赋予卷足正能量 一份幸福献给神明的礼物 西纪会带来奇迹 寒武当即举起西纪圣火大喊 以圣火之光 驱散所有的黑暗 他的话音落下 笼罩在蛙人沼泽的黑暗迅速退去 那些藏匿在黑暗中的蛙人全都无所遁形 蛙人半身满脸惊恶 怎么可能 一个神性生物 居然能驱散我的黑暗神术 绝对不可能 随着整片区域恢复了光明 所有附加在寒武卷足身上的负面状态一扫而空 相反每一只黑暗蛙人也都纷纷失去了黑暗力量的加持 变得虚弱不堪 寒武看向那只吞山魔蛙 心中猜测秦爽应该就是被这只魔蛙吞进了肚子 于是他下达神域 去斩杀那只吞山魔蛙 只见赤鲁矮人神锤和斩铁剑锋一跃而上 凭借自创招式斩铁士和炼狱战锤的无尽热浪 宁生生在吞山魔蛙的腹部砸出一个大窟窿 随后秦爽化身的金冠雷却趁机冲了嘴 身上包裹的雷霆之力避免了为带领的伤害 然而秦爽在逃脱后 又立马反手朝吞山魔蛙扔出一个巨大的雷球 只见那雷球覆盖了吞山魔蛙的身躯 虚弱的他在一瞬间便被炸成了焦台 雷雀卷族们看见神明回归 他们的战役更胜 纷纷和不畏死的与赤鲁矮人部落冲入战场中央 另一边 从寒武神域中飞出来的数十只天魔虫也发起了自暴 与那些蛙人英雄一起同归于尽 失去蛙人英雄的神术束缚 百米高的海谷巨人再次恢复行动 无数的黑暗蛙人在他脚下死亡 化作一滩肉泥 看见大势已去 那只蛙人半神居然想抛弃卷族顿走 你们别得意 可才刚转身 就看见寒武举起圣火拦住了去路 在圣洁的光芒照耀下 哪怕是半神也无所遁形 由于连续发动神术的蛙人半神消耗了大量神力 如今在无体力抵挡秦爽接下来的几次雷击 最后被秦爽折磨到奄奄一息 在他即将断气之际 秦爽这才停手 接下来该你了 按照之前的约定 我只要身躯 其他都是你的 蛙人半神发出虚弱的声音 放过我 我愿意献出我的所有 来换我的生命 可寒武却语出惊人 你死了 你的一切同样是我 不等蛙人半神反 斩铁剑锋手上的暴风大剑依然落下 此次考核最强的半神也终于远落 半小时后 寒武让骷髅兵将沼泽内所有宝物搜刮出来 并堆成了一座小山 他询问一旁的秦首 这些东西 你真不考虑拿个一两件吗 秦爽却说 咱们早就约定好了 除了身躯之外 其他都是你的 可话还没说完 就看见寒武为自己戴上了一个皇冠 这个就当是我还你的利息 秦爽知道这件圣物至少价值数万神力 他当即就红起了笑脸 那我就勉强收下了 可此时田文的声音忽然响起 寒武干得不错 学校领导以及顶级高校的招生人员打算见见你 这些骷髅兵都给你留着 你赶紧回来 男人不仅在深渊卫面疯狂暴兵一百万 还将贵为半神的黑暗拉人当众斩杀 如此强大的实力 很快就得到了众多顶级学院的亲吻 纷纷邀请他提前来到教导处进行面试 那招生老师第一眼就看上了与航武红型的女生 秦爽同学 你家是真神家族 资源充足 这次考试中你得到了神区 是打算用来制造一名领主生命体吧 你现在有多少神性质呢 一旁的学校领导当场傻眼 因为他们这些学校领导已经晋升半神多年 却没人能培养出一名领主生命体 秦爽如实回答 我有四点神性值 韩武心中惊叹 四点神性相当于四亿五千万神力 简直毫无人性 那招生老师没有很惊讶 秦爽同学 你的条件完全满足我们三所高校的招生条件 待你培养出领主生命体后 即可办理预备生手续 提前体验高校生活 至于韩武同学吗 那招生老师画风一转 目光转向韩武变得严肃起来 我们看过你的资料 你的核心卷足是蝗虫 没错吧 韩武点头 是的 确认是蝗虫卷足后 那招生老师当即在表格上打了个茶 然后又继续发问 你当前的神性值是一点 没错吧 韩武也如实点头 没错 随后那招生老师又是在表格上打了个茶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很好奇 你神域里的剑锋族英雄 已经以这次考核中所展现出来的 削弱版骷髅领主化身是如何得到 韩武顿了顿 显然对方并不知道自己的能力 于是做出了推辞 这个问题我能不回答吗 那老师见状不再多问 那很抱歉了 韩武同学 虽然你很优秀 但在条件上未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高考再见吧 许媒主任文言暗自叹气 韩武的优秀 三位招生老师显然没看见 真可惜 韩武对这三所顶级学院也不感兴趣 但面对真神的态度也不被补告 我知道了 我会努力的 那招生老师感受到了韩武的情绪 带着敷衍的口气说道 祝你愿望成真 待他们离开后 田文安慰韩武 顶级学院的门槛高 进不去也正常 如果你愿意 还有极索一流高校邀请你的 韩武却心意已决 不必了 我只去帝都学院 他走出教导室 却被秦爽拦住了去路 我培养出领主生命体后 就会去顶级学院当预备生 你以后要去帝都学院吗 韩武点头肯定 其实他要去帝都学院 是为了在乱星海打听迷失的父母消息 秦爽说道 那好 我也选帝都学院 不过我以预备生身份 进入帝都学院 肯定会获得大量资源 到时你未必会是我的对手 所以 你趁现在当我的奴隶还来得及 韩武边走边说 我靠自己挣的身家也不少 有必要当奴隶吗 我还要整理这次的收获 就先离开了 再见 清爽长长吐出一口气 真是的憨憨 不过他小骷髅的模样 还是挺可爱的 男人将深渊卫面所获得奖励 全部吸收 他的信息面板也随之发生变化 虽然核心卷族 蝗虫尚未进化为英雄生命体 但见蜂族 赤鲁矮人 骷髅族和牛魔族 这里一共有六只英雄生命体 也算是一个小道发货 现在可以给卷族们 升级装备提升战略 不过最重要的 还是给蝗虫构建生命月牵之路 第一条 沉沦之源来构建沉沦之路 通过这条生命月牵之路的蝗虫 会直接晋升到精英生命体行列 会有更强的抗性 更顽强的生命力 负面状态和魔法打击的抗性提升明显 综合而言 属于防护方向的进化 就叫你们沉沦虫吧 第二条 黑暗蛙人之心来构建暗咒之路 通过暗咒之路的蝗虫 同样会晋升为精英生命体 能够隐秘飞行 并且给敌人带来各种负面效果 走的是暗杀路线 就叫做暗咒虫吧 可就在这时 一个焦急的祷告声传入寒武的脑海 神明啊 请原谅我族人的愚蠢 他竟然在分解矿石的时候 失误把神明赐予的圣物法杖 也掉入了分解机里 神明啊 请您宽恕他的罪步 寒武叹息这也太白假了 当即降下神性化身查看 只见神锤跪在地上拼命求饶 神明恕罪 他就是把圣物丢进分解机的回处来 可寒武不但没有怪罪他 反而还扶他起 记住这次失误 以后做事认真些 铁锤感激不已 泪水更是夺矿而出 随后寒武一脸苦闷地 看着轰轰作响的分解机 他很好奇圣物放进去会分解出什么 就在这时 两块火金石和一块金色金石 以及一个圣物之源出现在眼前 寒武发现圣物之源 具有修复或升级圣物的能力 那自己残破的暴石律法 不就可以修复好了吗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寒武将暴石律法和圣物之源进行接触 很快出现神奇的一幕 圣物之源化作一缕缕力量 融入暴石律法当中 信息念版发生了变化 普通生命体 使用超过自身999倍能量后 便可进化为精英生命体 之前是1000倍 现在要求降低了 若是有足够多的圣物之源 就可以将暴石律法完全修复 只是哪里去弄这么多的圣物 为了能够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换取圣物 他果断打开了网络看看网友们怎么说 结果一个帖子引起了寒武的注入 发帖人是一名真神 在一次外遇征战中 手上武器损坏导致他战力大几 希望有能人意识帮他完成神器修复 看完帖子 寒武心里有了想法 修复这件既是神器又是圣物的武器 或许圣物之源能行 于是他便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或许我能帮你 如果需要 请私连我 可评论才发出去一分钟 寒武就立马收到了对方的通讯请求 你真的能够帮我把我的武器修复吗 寒武回答道 我只能说试试 毕竟你发帖这么长时间 还没寻找到一个好办法 最多尝试一次也没多大损失 你要是信 就发几件圣物过来 那真神下载了神域反诈中心 让寒武千万别骗他 说吧 你需要几级的圣物 四级以下我现在就可以给你 四级以上需要些时间 寒武说道 一级就好 然而他心中却无比惊讶 四级 这人真是负得流油啊 三一只鼠人与数十一只蝗虫的战斗终于打响 只见鼠人们取出一把小巧的手女 在瞬息之间便射出了三一只弱骤语般的箭矢 寒武没有任何犹豫 当即下达了神域 沉轮虫 防护 他的话音落下 从海量蝗虫当中 飞出一大群体型壮瘦的沉轮虫 他们开启防护照 将第一波箭矢抵挡下 看见蝗虫大军毫发无损 鼠人们继续填充箭矢 准备发动第二波进攻 趁着这个机会 航武让所有的暗咒虫 从鼠人两翼发起偷袭 只见暗咒虫迅速融入阴影 在鼠人大军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潜到了后方 很快持顿诅咒 虚弱诅咒和目盲诅咒同时爆发 顿时让九成以上的鼠人 都无法顺利填充箭矢 随后无数的天魔虫从前方杀来 越过沉沦虫的防护 习向那些中了多重诅咒的鼠人 只见他们肆意狂震 同时在尾部发射出 蕴含了一级圣物毒物株的剧毒尖刺 刹那间 铺天带地的尖刺从天而降 大量的鼠人被刺中 毒素溶入血液流入内脏 不出五秒便死于剧毒 韩武的这一波突袭 造成了伤亡颇微股 直接屠杀了近乎八成的鼠人大军 看着卷族的存活率直线下降 鼠徒既愤怒又心痛 别打了 我认输 我投降 随着鼠徒宣布认输 在竞技场的中央降落一层保护壁 隔绝了双方的卷族厮杀 很快在地面上出现一个巨型法阵 然后将所有的鼠人尸体聚拢在一起并且吸收 最终凝成一块神域核心碎片悬浮于上空 此刻韩武心中竟有了一丝的精神 因为内斗法阵的纹路 与自己的生命献祭的法阵纹路极为相似 而且还更为强项 一切结束后 田文对韩武的表现非常满意 干得不错 第一次竞技就轻松拿下胜利 让我赢了不少神力 看你卷族伤亡不大 有没有兴趣继续参加第二轮竞技 如果能连胜的话 获得的神域核心碎片会比这次多上一场 韩武一听立马同意 因为按照蝗虫的繁衍速度 哪怕有再多的伤亡 也能短时间内补充回来 就这样 韩武在接下来的32天内连续战斗184场 也仅仅自爆了一亿只天魔虫而已 甚至比不上繁衍出来的速度 如今韩武的神域核心已经提升到了7级 而8级所需要的神域核心碎片 要比先前需要的加起来都多 田文见他闷闷不乐 便再次指了一条明路 以你现在的卷族力量 可以尝试一下挑战半神 韩武很好奇 以神性生物的身份挑战半神 得到的奖励会增多吗 田文点头 是你正常竞技取胜后的10倍 就比如说 你下一局对战半神 并取得了胜利 你将会获得90连胜乘以10倍的好处 也就是普通神域核心碎片的90倍量 听完田文的解释 韩武有些心动 想要用40亿蝗虫卷足搞一把大了 随后他将一份月级挑战申请书提交了上去 那报名处的接待员反复确认了多次才相信 居然真的有人会选择月级停战 很快这一场月级的战斗引起了巨大反响 神性生物对战半神 是许多观众都不看好的一场 因为半神拥有更高级的神域核心等级 能够加在等级更高的圣物 而且半神还有神职在身 可以运用神术 差距实在太大了 田文告诉韩武 现在他的赔率是一赔一百 所有人都不看好他 可韩武却让田文帮他买一千万神力压自己 田文笑道 你可真敢吧 老师舍命陪君子也压五百万神力买你 等你赢完 老师买把神器奖励自己 韩武一脸无语 谢谢老师 可心中却吐槽万分 田文买神器奖励他自己 可我有个毛关系啊 白激动了 随后他进入了自己的神域 神域升级后还没来得及添加圣物 到底加入什么好 当前他的神域核心中只加载了两件圣物 暴食律法和毒物竹 但好像都差点意思 就在他思索之时 真神袁仲发来通讯 询问韩武今日份的圣物资源提炼出来了没 韩武将提炼好的一百份圣物资源交出 然后询问袁仲 四级以下的圣物 你都可以找到是吗 袁仲如实回答 是的 四级以下圣物我有许多丛 有需要尽管找我 韩武文言也不再客气 那好 接下来我需要强大的二级圣物 属性最好是毒 暗和火 这四种属性 他的话音刚落 高达五十份的二级圣物 一下子打包传送了过来 韩武不禁感叹 真神是真的有钱啊 进化了进化了 地暴沉沦虫和引流暗咒虫 就在刚刚 一位真神为了答谢韩武 特地给他送来50件极品的二级圣物 韩武更是从这里面挑选了两件最适合蝗虫进化的圣物 地火流浆球 具备地属性和火属性 能增强卷足的防御和抗性 提升他们的恢复力 引钉 具备暗属性 能让契合的卷足领悟技能引钉 通过定射对手的影子限制对手行动 实现定身效果 韩武当即把这两件圣物同时夹在进入神域核心 此刻整片天空忽然狂风大作 下一刻 两股磅礴的力量在上空发生爆炸 余波更是扩散至神域内的每一个角落 很快韩武就感觉到 所有的蝗虫卷足全都受到了一阵阵来自生命本人的冲击 有约莫八成左右的蝗虫卷足身体发生了变异 沉沦虫的外壳变得更加厚实 而暗咒虫则领悟了二级技能引钉 可还没等他查看蝗虫的数据 他对这场半神之战有了更大的保护 此时在竞技场内早已人满为患 四面八方都传来观众的呼声 巷主展示出你半神的强大实力 拧抱他 巷主满脸不屑 今日一定是我的幸运人 居然能在血腥竞技场上遇到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神性生物 菜鸟 准备带着卷足赴死吧 虽然我很欣赏你敢于挑战半神的勇气 但那终究不是实力 今日就让你深刻了解一下 半神的可怕 韩武无语至极 觉得他的废话真多 只见巷主举臂呐喊 出来吧 我的巨型猛马军团 他的话音落下 足有74万头身高9米的巨型战争猛马出现在眼前 而领头的则是一头英雄生命体的巨型雷霆猛马 随着猛马军团向前移动 整片大地都随之颤动 不过韩武并没有被这群猛马吓到 而是直接打开了传送门 让无穷无尽的蝗虫如同潮水般蜂拥而出 除了自爆蝗虫和爆将蝗虫外 韩武培育出了三种超凡生命体的蝗虫 分别是独暴天罗虫 地暴沉沦虫和引流暗咒虫 巷主有些动用 超凡生命体 这才是你的真正实力吗 我开始有点期待了 很快战斗终于打下 巨型猛马大军朝着蝗虫群撞去 领头的雷霆猛马更是从相笔中喷出电弧 将扑来的蝗虫全部烤成焦炭 韩武也不甘示弱 眼见技能打在了普通蝗虫的身上 当即派出暗咒虫发起进攻 只见后方大片的引流暗咒虫发起袭击 同时从尾部发射出一根根二级的引丁 在对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将带有暗元素所构成的引丁 刺入了雷霆猛马的引力之声 虽然暗咒虫的实力远比不上英雄生命体 但当释放的引丁达到一定的数量时 哪怕是雷霆猛马也只有罚战的能力 在对方被定身的每一秒钟都非常珍贵 韩武联盟让独爆天魔虫发起进攻 怎料独次扎向雷霆猛马的头颅 也只是浅浅扎在了表题上 如此深度无异于挠痒 相主笑得何不拢嘴 就算你能把蝗虫养成超凡生命体 那又如何 我的巨型雷霆猛马就算站在原地不动 你也伤不了它分毫 可韩武却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轻轻反问了一句 你确定吗 下一刻 独爆天魔虫竟然发生爆炸 肉体迸发出大量的毒物 瞬间将附近的区域笼罩在内 眼见自己的英雄生命体被定身不断风炸 相主开始慌了 巨型猛马军团出击 保护巨型雷霆猛马 看见后方的猛马浩浩荡荡地奔腾而来 寒武打算以数量进行压制 立马命令炸将蝗虫上前拦截 很快在一生生的风炸中 大量的精英生命体巨型猛马军团出现严重的伤亡 相主的脸色不由凝重情 不得已发动了三种野蛮神器 分别是后甲 血气和治愈 在耗费了大半的神力后 那些受了重创的巨型猛马再次满血占了击 防御力也变得更强 哪怕再多的暴将蝗虫蜂拥而至 也只能削减神术后甲的防御 无法对巨型猛马造成有效伤害 看见形势逆转 相主再次得意起来 能够逼我动用神术 已经证明了你的实力 等级杀掉你五成的卷祖 我允许你认输 这话让寒武觉得很好笑 你以为这就是我全部的底牌了吗 进化了进化了 特地给他送来50件极品的二级圣物 寒武更是从这里面挑选了 两件最适合蝗虫进化的圣物 地火流浆球 具备地属性和火属性 能增强卷足的防御和抗性 提升他们的恢复力 引钉 具备暗属性 能让契合的卷足领悟技能引钉 通过定射对手的影子限制对手行动 实现定身效果 寒武当即把这两件圣物同时 加载进入神域核心 此刻整片天空忽然狂风大作 下一刻 两股磅礴的力量在上空发生爆炸 余波更是扩散至神域内的每一个角落 很快寒武就感觉到 所有的蝗虫圈族 全都受到了一阵阵来自生命本源的冲击 有约莫八成左右的蝗虫圈族身体发生了变异 沉沦虫的外壳变得更加厚实 而按照虫则领悟了二级技能引钉 可还没等他查看蝗虫的数据 神域内却想起提示音 仅参赛选手进入竞技场准备 随后寒武根据提示音传送至血腥竞技场 现在他对这场半神之战有了更大的保护 此时在竞技场内早已人满为患 四面八方都传来观众的呼声 相主 展示出你半神的强大实力 拧抱他 相主满脸不屑 今日一定是我的幸运人 居然能在血腥竞技场上遇到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神性生物 菜你 准备带着卷族赴死吧 虽然我很欣赏你敢于挑战半神的勇气 但那终究不是实力 今日就让你深刻了解一下 半神的可怕 寒武无语至极 觉得他的废话真多 只见相主举臂呐喊 出来吧 我的巨型猛马军团 他的话音落下 足有74万头身高9米的巨型战争猛马出现在眼前 而领头的则是一头英雄生命体的巨型雷霆猛马 随着猛马军团向前一动 整片大地都随之颤动 不过寒武并没有被这群猛马吓到 而是直接打开了传送门 让无穷无尽的蝗虫如同潮水般蜂拥而出 除了自爆蝗虫和爆将蝗虫外 寒武培育出了三种超凡生命体的蝗虫 分别是独暴天罗虫 地暴沉沦虫和引流暗咒虫 相主有些动用 超凡生命体 这才是你的真正实力吗 我开始有点期待了 很快战斗终于打下 巨型猛马大军朝着蝗虫群撞去 领头的雷霆猛马更是从相笔中喷出电弧 将扑来的蝗虫全部烤成焦弹 寒武也不甘示弱 眼见技能打在了普通蝗虫的身上 当即派出暗咒虫发起进攻 只见后方大片的引流暗咒虫发起袭击 同时从尾部发射出一根根二级的引丁 在对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将带有暗元素所构成的引丁 刺入了雷霆猛马的影子之声 虽然暗咒虫的实力远比不上英雄生命体 但当释放的引丁达到一定的数量时 哪怕是雷霆猛马也只有罚战的本 在对方被定身的每一秒钟都非常珍贵 寒武连忙让独暴天魔虫发起进攻 怎料独次扎向雷霆猛马的头领 也只是浅浅扎在了表皮上 如此深度无异于挠痒 向主笑得何不拢嘴 就算你能把蝗虫养成超凡生命体 那又如何 我的巨型雷霆猛马就算站在原地不动 你也伤不了它分毫 可寒武却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轻轻反问了一句 你确定吗 下一刻 独暴天魔虫竟然发生爆炸 肉体迸发出大量的毒物 瞬间将附近的区域笼罩在内 眼见自己的英雄生命体被定身不断封炸 向主开始慌了 巨型猛马军团出击 保护巨型雷霆猛马 看见后方的猛马浩浩荡荡地奔腾而来 寒武打算以数量进行压制 立马命令炸将蝗虫上前拦截 很快在一生生的封炸中 大量的精英生命体巨型猛马军团出现严重的伤亡 向主的脸色不由凝重起 不得已发动了三种野蛮神气 分别是后脚 血气和治愈 再耗费了大半的神力 那些受了重创的巨型猛马再次满血占了起来 防御力也变得更强 哪怕再多的暴将蝗虫蜂拥而至 也只能削减神术后甲的防御 无法对巨型猛马造成有效伤害 看见形势逆转 向主再次得意起来 能够逼我动用神术 已经证明了你的实力 等级杀掉你五成的卷祖 我允许你认输 这话让韩武觉得很好笑 你以为这就是我全部的底牌了吗 男人觉醒了史上最弱的蝗虫卷祖 却在一场越级比赛中占据了上风 半神为了扳回局面甚至使用了神速 为自己的巨型猛马军团套上一层血气甲枪 抵挡了所有蝗虫的自爆伤害 就在半神向主一脸得意之时 韩武却突然下达神木 听我号令 牛魔族出动 很快他身后的传送门被暴力推 一只成百上千的牛魔大军狂暴地撞入战场 共计两千多头牛魔与七十四万头 巨型猛马浴血奋战了起来 场面着实让人震惊 突如其来的变武 让相主失了神 牛魔乃是魔猿种族中极其强悍的魔物 怎会心甘情愿听众调解 不等他多想 为首的英雄生命体牛魔萨满已经开始大杀四方 在巨型猛马军团中疯狂杀戮 眼见局势有了好转 韩武再次召唤骷髅族 这次传送大门打开后竟是一片白骨 恐怖的气息蔓延至整个竞技场 在那骷髅之上有一座搭建的王座黄环使出 坐在中央的是骷髅领主 左右则是控骨者和复骨者 只见韩武直接跳上王座 瞬间打破了这极为威严的气氛 复骨者 接下来抗牛 收到神明的指示 英雄生命体复骨者当即纵身一跃 漂浮到巨型猛马军团的上空 然后举起手中的法杖 对着下方已经战死的巨型猛马大军 施展的群体复苏能力 下一刻 大量的骷髅猛马脱离的血肉束缚站了紧 没有血肉的他们丧失了鼻子 但象牙变得更加锋利 象主仍然嘴硬 该死的骷髅 甩不掉的牛皮疼 不过可别以为这样就能让一位半神屈服 巨型战争猛马 发动技能战争践塔 随后近三百头巨型战争猛马双目发红 以冲锋的姿态踩踏大地 顿时把那些挡在他们面前的骷髅猛马撞了粉丝 化成一地的碎骨 殊不知寒无等的就是这一刻 他当即下令让牛魔族全员后扯 然后命控骨者出阵 下一刻 无数的碎骨开始躁动不安 纷纷朝着控骨者的方向聚集而去 不多是约二十米高的海骨巨人出现在眼前 以控骨者为主体成为了全场最强的英雄生命体 一脚下去便踩爆了一大片的巨型猛猛 看得像主目瞪口呆 如此强大的英雄生命体 令他头上不禁生出冷 没办法他只好再次使用神力 废话 让自己的唯一英雄生命体巨型雷霆猛马巨打 得到神术的加持 巨型雷霆猛马的体积疯狂暴增 转眼间变成了一头庞然巨物 那巨型雷霆猛马率先发起雷霆冲刺 以极快的速度将两根布满雷电光芒的象牙刺了过去 怎料海骨巨人却抓住了雷霆猛马的象牙 一身白骨的他丝毫没有受到电击的伤害 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 海骨巨人的一个帅气转身 便给雷霆猛马来了的过肩摔 被摔在地上的巨型雷霆猛马身上的血系甲翘当场破损 而本体却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 不等雷霆猛马站起身 海骨巨人又是一击巨大的拳头砸了过来 一级技能 重拳 这是一场由巨人与巨兽之间的生死搏动 海骨巨人将巨型雷霆猛马摔倒后 想要趁机打出一级技能重拳 却被对方灵活的象皮缠住 然后雷霆猛马顺时一个翻滚便站起了身 紧接着又凭借强大的肉身和冲击力 将20米高的海骨巨人撞飞了出去 那雷霆猛马把握时机 抬起那如同石柱般的双体 想要以致命践踏结束这一场比赛 可海骨巨人反应更快 以毫离之叉堪堪躲开了这致命一脚 若是被踩中绝对会瞬间变成一地的碎骨 随后海骨巨人又是一击重拳砸向雷霆猛马的脑袋 势大力尘的一击让其脑袋顿时嗡嗡作响 韩武看见时机成熟 立马下达神域 就是现在解决它 只见海骨巨人骑到了雷霆猛马的背上 然后一拳又一拳地砸在那巷头之上 让其失去了反抗的余力 随后海骨巨人停止了轰击 改而抓住了他的象牙 只听见怒吓一声 剧情雷霆猛马那引以为傲的象牙 竟然被海骨巨人硬生生掰断 这简直是他向生之中的耻辱 此刻象主彻底看傻了 他从未想过 自己辛苦培养出来的英雄生命体竟会如此脆弱 然而那海骨巨人似乎不想放过他 再次用骨手抓住了雷霆猛马的另一根象牙 下一刻 海骨巨人又是暴力的一摆 再次将那可怜的象牙掰断 此刻雷霆猛马只感觉欲哭无泪 一旁的韩武也很吃惊 自己只是让控骨者学习一下近身格斗技能 没想到作用到了海骨巨人这里竟然如此凶责 那雷霆猛马的两颗象牙被掰断后失去了斗志 不一会儿就被海骨巨人打残踢飞了回去 那巨大的身体如同一坨垃圾被扔了回来 幸亏向主下意识往后挪了几步 这才避免了一场意外 颜面丢尽的他当即下达神域 所有的巨型猛马一起上 围攻他 为雷霆猛马报仇 然而面对大量巨型猛马的进攻 海骨巨人站在原地却没有丝毫的慌乱 他将学习来的近身技能竞数表演了个遍 什么过肩摔 被摔 什么下端腿 扫堂腿 都演练得淋漓尽致 只有七八米高的巨型猛马在他眼里 就如同玩具一般 一巴掌下去都不知道砸死了多少只 不过数量多也并非完全无用 大大几十万头巨型猛马 汉不为死的发起冲锋 不断朝着海骨巨人的脚底攻击 最终在杀了几万只巨型猛马后能量耗尽 海骨巨人的身形崩碎再次化为了一坛碎骨 眼见海骨巨人倒塌 韩武立马命令牛魔族再次冲入战场 牛魔族上 秀出控苦者 这边也加入其中 复古者和骷髅骑士一同施展了复苏能力 将所有死去的巨型猛马 变成了一只不畏惧死亡的骷髅猛马大军 一直循环往次 韩武的兵力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还越来越多 以至于在后续的三个小时混战中 巷主越打越郁闷 原本是七十四万打两千六 后来发展成七十二万打二万六 再后来 从六十八万打六万 敌人越打越多 相反巷主的卷足已经不到对手的千分之一了 这简直称得上是开挂级的碾压局面 最终 在竞技赛的五个半小时后 半神巷主最终心态崩溃 无奈宣布了投降 一场越级挑战终于落幕 很快地上的血肉竞数被吸收 然后统统汇聚在一块神域核心碎片之中 韩武忍不住暗暗投降 打赢半神得到的神域核心碎片果然更为沉重 可就在这时 一个系统声音从耳边传来 韩武同学 血腥竞技场管理人员邀请您见面 也不等他同意或者拒绝 一道传送入口从天而降 将韩武的神识包围起来 短暂的失众之后 他再次睁眼已经在一个房间里 严肃的声音再次传来 不用害怕 我们是血腥竞技场的管理人员 不会伤害你 我们看了你的比赛 其中虽有取巧的成立 却也证明了你的能力 你有资格成为血腥竞技场的继承者 血腥竞技场本就是为主人挑选继承者的测验 凡是能够赢得越级挑战的选手 皆有获得血腥竞技场继承者的资格 那么你愿意成为继承者吗 如此唐突的话 让韩武大惊失色 心中已经不自觉地开始估算 血腥竞技场的价值了 男人只因在地下竞技场 击败了半身 就被管理人员单独接见 还扬言让他成为竞技场的继承者 韩武心中惊讶 血腥竞技场人流量巨大 每日来往的种族也多 光是每天从这些人身上挣的神力 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只是这么大的限制 又怎会轻易地落在自己的头上 这里面或许隐藏着什么猫 他谨慎地问道 在下决定之前 我需要知道血腥竞技场 究竟有多少个继承者 成为血腥竞技场的继承者后 有什么待遇 需要肩负什么责任 很快眼前出现一个投影 韩武同学 你没有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 真的让我很意外 既然你想要答案 我便给你一解释 目前血腥竞技场 共有349名继承者 其中神性生物221名 半神118名 真神9名 还有主神1名 可在这里收录的所有卫面进行无器械定点传送 每次传送消耗100万神力 不仅如此 你还会获得授权 可以在神域建立一所特殊的血腥竞技场来培养眷主 至于责任 就是当继承者的数量达到500名时 血腥竞技场会开启继承仪式 从里面挑选出最优秀的 成为血腥竞技场的主人 而作为继承者的你必须参加 韩武若有所思 以地下竞技场的妙性 这个仪式肯定不简单 想必是让这500号人相互厮杀 最后的胜利者便成为主人 现在我是第三百五十名 距离到五百名还有很多时间 或许那个时候我已经能发展成为神王了 管理员催促道 你愿意吗 思索片刻 韩武在权衡利弊后点头 我愿意 很快提示音响起 恭喜你成为血腥竞技场第三百五十名继承者 话音落下 一道红光射向韩武的胳膊 在他的皮肤上留下一个专属印记 这便是血腥竞技场的永恒坐标 紧接着一阵幸运感袭来 韩武再次出现便已经身处于大厅之中 田文看见韩武归来便立马上前迎接 韩武同学 你可真是我的福星 咱们这次发财了 随后他将手机放在韩武的手心 上面已经转入了高达十一的神力 韩武这辈子都没见到过如此巨大的财物 光是数几个零都重复数了好几遍 看他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模样 田文叹气 韩武同学 十一神力怎么花不是一世半会能想明白的 我建议你先购买合适的神器 韩武很诧异 我现在还只是神性生恶 连半神都不神 能够掌控一件神器吗 田文拍了拍胸口 老师我怎么会害你 刚好知道一家贩卖神器的店面 绝对能够帮你找到适合你的神器 韩武心中吐槽 这个刚好 真的好巧啊 男人觉醒了史上最弱的蝗虫卷组 却在一场越级的挑战赛中击败了半神 为此那位半神还特意找上门来 蝗灾 我总算找到你 看见巷主疯疯火火地冲了过来 韩武当即躲在班主任的身后 老师救我呀 田文也是一位半神 自然不拘于巷子 他展开双臂挡在韩武身前 有我在 谁敢伤我学生 巷主见状立马杀住脚步 连忙解释道 别误会了 我不是来找你报复的 我过来只是觉得你实力不错 想要结交你这个朋友 我是京西学院大一的学生 真名叫巷猛 韩武听见大一二字忍不住咳嗽 谁能想到一个满脸胡子的壮汉 只是一位大学生呢 巷猛对韩武很感兴趣 你年龄不大 应该还没有参加高考吧 你是哪所学院的预备生啊 韩武如实回答 我不是学院的预备生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学生 听到这话 巷猛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他认为韩武不老实 便反复质问他 毕竟自己一个半神 又怎么可能会输给了一个高中生 韩武无奈指着后面的田文 不幸可以问一下我的班主任 田文咳了两声 黄哉同学确实不是预备生 虽然有许多学院向他发出邀请 但他始终只愿意加入帝都学院 奈何帝都却对他不感兴趣 巷猛这才恍然大悟 心想至少对方是个许多一流高校邀请的存在 输给他也不会太丢脸 随后他拍了拍韩武的肩膀 你的事 我会向学院上报 让学院对你降低考验 你回去以后尽可能提升核心卷足 或许能抓住这次机会 进入帝都学院的预备声名单 韩武很惊讶 你真的会帮我吗 巷猛去仰天大笑 你潜力很大 成神之路漫长 有几个伙伴能够相互依靠 自然比单打独斗更轻松 而且我向学院推荐 只要你通过考验 学校会给我发放一笔资源做奖励 白拿的奖励 我为什么不要 韩武觉得这是靠谱 那就有老猛哥了 向猛笑道 小意思 不过打铁还需自身印 你近期适当多在核心卷足上投入些资源 最好能培育出英雄生命体 毕竟帝都学院的考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告别向猛之后 田文带着韩武来到万宝路的一处贩卖装备的门店 田文二话不说直接推门而入 而映入眼帘的竟是一位半神前台美女 并没有因为韩武是神性生物而差别对待 二位是要买什么品级的装备 还是要见哪位锻造大师 田文一副轻车熟路的模样 帮我联系托尼大师 就说老天来访 韩武暗自无语 还托尼大师 捡个头还行 打造神器他专业吗 在韩武吐槽的同时 美女前台已经带他们来到一处传送门前 两位请从这里进去 两人四目相对 然后一同穿过了传送门 只见一个彪肥体壮满脸横肉的光头老正在打听 老田啊 这次你带来的肥羊够不够肥啊 韩武一听 隐约感觉自己就是他口中的那头肥羊 卧槽 我现在跑路 还来得及吗 学生跟着老师来到贩卖神器的商店 怎料才刚进门就听见老板问老师这次带来的肥羊够不够肥 韩武瞬间一会儿 这明摆着把自己当成大冤准 现在逃跑还来得及吗 班主任田文尴尬的咳了两声 托尼 严肃点 这是我的学生 托尼挠挠头 老田的学生 那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本店的服务宗旨 本店同所无期 没有学生价 听到这话的韩武心中跑过一万个草泥吗 同所无期是这么用的吗 学生价该有还是要有 学生赚钱多不容易 拼死拼活打场比赛才赚十个亿神力 田文连忙解释 韩武啊 托尼这人刀子嘴豆腐心 说话难听 但打造的装备是真的好 托尼呵呵一笑 这么多年 我总算从你嘴里听到巨人话 他表面笑着 可内心却疯狂吐槽 你说谁刀子嘴 说谁说话难听 要不是看你给我介绍客人 我就 随后托尼打开了展览厅的格连 来吧 我带你参观一下我的作品 只见展览厅内罗列着上百件神器 每一件都是托尼大师偶心立学 辛辛苦苦打造出来的 这些神器上面都硬刻着我的钻水印记 然后为韩武讲解着他们的优缺点 韩武考虑到接下来 可能要面对京都学院降下的考虑 看上了一件二星神器古服 这件神器内含空间 可收入最高十万只虫族进行炼谷仪式 入内虫族会进行厮杀 最终存活下来的 有一定几率净化为英雄生命体 而且还附带神术 还可以吸引周围的虫族靠近 是目前最适合韩武的神器 田文满眼都是欣赏之色 韩武果然好眼光 古服并没有强大的力量 但却是最适合的 托尼大师文言立马地上收款马 似神性货者五一八千万神力 你看要怎么支付 田文拉住托尼交谈了一番 给点面子便宜点 不然送点东西也好 你不给面子我可骂你了呀 托尼大师也不是由言不尽的人 他得韩武抹了个零头 六个一神力再送一个零星神器 探测之眼 顾名思义就是探测生物的信息 在官方售价也要五千万神力 然而韩武正打算离开 却被老板喊住 甚至改口为贵客 我这里按照失落闻名的残卷 新打造了一件特殊神器 我觉得和你的气质很大 田文好奇抢了过去 用半神的能力探查神器的作用 结果他发现 这可球形的神器竟然没有丝毫作用 田文当场发飙 好你个托尼 我那你当朋友 你拿我当冤大头 我探查了这破球啥能力没有 你真当我不敢对你动手吗 穷学生第一次来到贩卖神器的商店 一出手就豪杂六个一买下两件神器 老板连忙改口称他为贵客 甚至为他推荐了一件特殊的神器 但作为半神的田文 一眼就看出这个金色的球没有任何作用 老板托尼连忙解释 这件神器名为贪狼 来自一个早已失落的闻名 他靠吞噬神器成长 而且可以继承所吞噬神器的能力 由于贪狼过于强大 引起了数十个闻名的愤怒 最终在数十个闻名的联合攻击下 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 现在店里大仇兵 这件失落闻名的神器 现在只需要十个亿神力就可以拿到手 你还在犹豫什么 寒武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太便宜了 导致一个强大闻名陨落的神器 怎么可能只知十一神力 开什么玩笑啊 托尼知道他在纠结什么 便主动解释 其实这件事残隽 有那么一点点小缺陷 他依旧能通过吞噬神器获得成长 但效率会慢十倍 而且也只能继承一些被动作用 无法继承附带的神术 一旁的田文直言道 这不就是废品吗 托尼很生气 老田 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 但不能侮辱我的作品 寒武思索片刻后决定 这件神器我买了 我出四个亿神力 田文几眼了 寒武 四个亿可不是小数目 有钱也不是这样乱花的 其实寒武是从逆向思路去考虑的 如果再抢夺了敌人的一件神器 在无法认主和毁坏的情况下 贪狼的吞噬能力刚好可以将其吞噬 这样也是一种削弱敌人力量的能力 他向田文解释 田老师 我是真的欣赏托尼大师打造的神器 他仅凭残卷就能将贪狼打造出来 学生愿意拿出所有神力 去支持他的锻造 奈何学生太穷 仅剩四亿神力 不知托尼大师能否愿意割爱呢 看似在解释 实则在吹捧和砍架 不过托尼大师似乎很享受 他默默自己的光头 最后以四个亿神力卖给了寒武 千金难买一只锦 神器贪狼就归你了 对于托尼这种锻造大师 追求艺术和认同高于一切 他感受到了寒武的确是 很欣赏这件神器的能力 画面一转 寒武已经传送回到了家中 他当即为三件神器开始了认主仪式 按照神器附带的说明 他将自己的血液分别滴在三件神器上 化作一条条细小的血丝在神器表面蔓延 最先完成认主的是灵星神器 探测之眼 气灵化作一只金色的萤火虫飞向寒武 接下来便是二星神器蛊狐 气灵是一只青蛙 从湖内嗖的一声跳了出来 那青蛙张大嘴巴咕咕大叫 寒武当即命令十万只精英生命体的蝗虫 飞入他的口中进行恋梦 预计一天后会出结果 然而神器贪狼却迟迟没有动静 寒武感受到了他传达血液不够的信息 卧槽 你这是吸血鬼啊 男人在神器上面滴入血液 顿时向外散发出阵阵光滑 很快一只形似阿哈的小狼仔子出现在眼前 那便是神器贪狼的气领 寒武不由皱眉 心想这就是贪狼吗 可是这怎么越看越像是阿哈呀 不等他多想 那小狼仔子却嗷嗷叫了起 俨然一副想要以神器为良室的母 寒武心中思索 刚召唤出来就被暴食律法影响了吗 不过祖宗啊 我现在穷得快吃土 哪来的神器啊 但是刚召唤出来不畏也不行 于是寒武随手扔出一块纯粹的能量精士 怎料那小狼仔子竟如同小狗一样欢快 一下子就跳起来咬住了能量精士 做完这些 寒武原地打坐 想起了神域内的卷族们 随着暴食律法的修复升级 蝗虫卷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正在疯狂进食 每时每刻都有蝗虫获得进化 而其余的四个普通卷族也生活充斥 赤鲁矮人们在挖矿打铁 牛魔族则在打造新的土腾 斩铁剑锋正在领悟技能 而骷髅族正在啃食狂炫骨精士 寒武对卷族们很满意 现在暴食律法已经修复到了三级 光是靠吃就能进化至精英生命体 如果进一步修复升级 就能让普通生命体进化到超凡生命体 如此一来 我的蝗虫在有充足食物的情况下 岂不是能全员晋升到超凡生命体吗 那可是上百亿的超凡生命体 几天过后 寒武神域内的蝗虫数量暴增至140亿 也是时候开始新的一轮陷阱 他只留下十亿超凡生命体蝗虫已被不时之需 然后将130亿只蝗虫进入陷阱 此刻神域内风云变幻 巨大的陷阱法阵笼罩整片区域 无数蝗虫化作道道生命能量 汇入于法阵之内 很快眼前出现的奖励让汉武赞不绝口 这就是130亿蝗虫生命献祭的奖励吗 果然比之前好太多了 选项一 一万名夜魔族猎手 超凡生命体 选项二 三星神器 霸刚刃 既是神器又是圣物 充当三级圣物使用 选项三 二级圣物 点化时 核心卷足有一定几率被点化为半人形态 看完介绍 汉武联想也不想直接选择了选项三 因为半人形态就意味着 卷足可以和人一样使用武器 比如牛头人 蜥蜴人 甚至是鼠人都属于半人形态中 但常见并不代表半人形态垃圾 如果蝗虫进化为半人形态就可以使用武器 再加上一流的领空能力 那妥妥就是空巨 随着二级圣物夹在入神域核心 一道强光从天而降射入寒武的神域内 很快那十一只蝗虫纷纷纷撞入那道光束之中 大概有千分之一 约有一百万只蝗虫受到了点化时的影响 男人捏碎了二级圣物的点化时 让神域里的一百万只蝗虫进化成半人形态 那是一种新型的物足 不仅拥有类人形的躯体 还拥有了低级智慧 而且半人形态可以使用武器 这对于寒武来说 已经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这些蝗虫退变成蝗虫人后 一跃成为了超凡生命体 还可以产出更高品质的蝗虫人 就连信仰之力也达到了狂信徒 每一只蝗虫人在他的生命周期内 就能产出差不多两点神力 正当寒武沉浸在喜悦当中 班主任田文却发来视频请求 接通后 田文表示 京西学院下达了对寒武重新进行考验的通知 明天会有招生老师来学校找他进行测试 这一切都在寒武的意料之内 因为半神像主相猛曾答应帮他一把 来到学校 徐笋却找了上来 这次他放下世家子弟的傲气 最近神域发展怎么样 如果你缺少资源的话可以跟我说 一些稀缺资源网上买不到 我家半神多 倒是有些门路 寒武是探性问道 你家族能搞来神域核心碎片吗 我现在需要从七级升到十级的神域核心碎片 徐笋表示能搞到 但价格有点小贵 就算凭咱俩的关系给个成本价 也不是比小数目 估计需要四亿神力呢 寒武确实有些范畴 叹息果然是贫穷限制了自己的发展 可那徐笋又补充了一下 如果你能卖给我加一千头超凡生命体的骷髅骑士 倒可以用来抵消这笔神力 寒武一听立马来了兴趣 超凡生命体的骷髅骑士吗 成交 徐笋见识过骷髅大军的恐怖 他没想到寒武答应的那么干净 早知道要英雄生命体的控股者了 这时田文走进了教室 寒武同学 京西学院的考核老师道 正在教导处等你呢 然而当寒武来到教导处 那位地中海招生老师却愣住 心想这小子还选没过竟然有门路走内截 不过又能怎么样 京西学院的考验可比高中考核难多了 为了杜绝作弊现象 考验也限制只能用核心卷组参加 这小子的核心卷族是什么 最低等的蝗虫吗 想到这里 他得意宣布考验内容 你将要入侵一个庞大文明的边陲小城 名叫多龙城 该文明有一套健全的等级制度和职业体系 你和你的卷族都会受到影响 被制度认定是灾害性魔物后 多龙城内的职业者会主动去讨压 追杀你 直接将你彻底消灭 而你的任务只有一个 至少击杀一名守护多龙城的英雄 韩武提问道 老师 我想问一下多龙城一共有多少兵力 以及多少名英雄 招生老师笑道 多龙城拥有千万人口 职业者的概率超过百分之十 英雄的话一共有五名 其余信息 需要你自己抵达该文明后自行探查 你还剩一小时准备时间 韩武剑状连忙找到班主任 田老师 我想用近期所获的班级积分兑换三件一级圣物 男人将核心碎片放入神域 瞬间让七级的神域核心升至十级 然后又加载了三件刚对放回来的圣物 地级圣物 毒线 有一定几率促使核心卷足获得毒属性 并生长出一颗毒线 地级圣物 地核 有一定几率促使核心卷足获得地属性 提升防御力 地级圣物 妖精短弓 既是圣物 又是神力武器 有一定几率促使核心卷足获得召唤短弓的作为武器的能力 宿主神明获得召唤妖精短弓本体的能力 只见三道光线直射而下 整个神域内的五十一只蝗虫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寒武对这次考验更加有信心了 大部分天魔虫有了毒线 半数沉沦虫防御力提升 而几乎所有的蝗虫人都能用短弓作战 一小时的准备时间很快过去 寒武再次出现在招生老师的面前 只见他取出一颗水晶球 并说只要握住他就可以和核心卷足一同传送到多龙城的外围 寒武文言将手轻轻放了上去 下一刻 一阵阵光滑从水晶球内向外散发 不多是寒武整个身子就被金光淹没 很快他被传送到一片森林 在他身后的是五十一核心卷足 密密麻麻简直要将天空遮蔽 此时一阵急促的提示音从脑海中响起 检测到入侵者 请迅速离开当前未免 否则将冠以魔物身份进行清除 入侵者拒绝离开 认定为魔物 代号魔皇之王 随后他的个人信息面板出现在眼前 上面很清楚地记录了他的天赋装备和技能 寒武连忙滑动面板 想要查看新诞生的两名英雄生命体 蝗虫人的等级信息 可看完之后他又很不理解 六十集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概念 在没有参考之前很难进行判断 就在这时 一只蝗虫人却飞了回来会狗 神明啊 有生物在攻击我们 寒武文言立马跳到一只超凡生命体的沉沦虫身上 出发 我们去探查敌情 另一边 一名手持大剑的战士正观察着这群遮天蔽日的蝗虫 魔物 凭空冒出这么多魔物 一旁的怒拳士却兴奋不已 索恩 你应该高兴才对 魔物多了 我们收获的赏金也会增多 攒够了钱 就能进行二转提升小队实力 后方的水贤者则是召唤小精灵 让他去收集那些蝗虫死后爆出来的魔精 还有一个火法师杀横了眼 不断挥舞法杖释放烈焰 一群群蝗虫在恐怖的高温下变成焦塔 殊不知在天上的某个角落 寒武已经通过探测之眼通通静收眼底 而四人的信息面板也尽数看透 形成一个符合当前文明的字样 索恩 埃文斯 37级 龙血战士二转 除此之外 四个人身上都佩戴着一种同样式的徽章 区别在于 索恩是白银制地 另外三人则是青铜制地 这让寒武一瞬间看明白 这个索恩就是四人当中的领头人 此时索恩已经隐约感到不妙 杀了上千只魔物 可数量反而还越来越多 当他准备想要撤退时 寒武却下达了神域 你去测一测他们的实力 只见那只英雄生命体的蝗虫人俯中之下 落在了四人的面前 索恩感受到对方身上的压迫感 居然是三转级别的魔物 逃啊